杀手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想方设法要杀的男人 竟然当着他的面 将他的妹妹给娶了 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男主就是这么霸气 可谁能想到 男主患有重度社交恐惧症 几年前由于事故失去了家人 因此男主对结交重要的人产生了心理阴影 变得极端害怕与他人来往 不过他有一位如偶像般存在的青梅竹马六美 这让班上的男生羡慕不已 但两人亲力无间的行为 却被一位帅气的老师阻止 虽然骤川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教导主任 但在男主看来 他就是一个变态 因为骤川平时都是围绕六美来转 哪有老师这么在意一位学生的 然而今天的骤川却邀请男主来他的房间 这么快就要上演杰哥不要吗 男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老师不仅靠得很近 而且有收藏品想让男主看看 不看还好 一看吓一跳 全是偷拍六美的照片 果然就是个变态 男主越想越不对劲 老师怎么连六美五岁时的照片都有 男主瞬间后背发凉 而老师也在这时开口 表示自己一直在背后保护着六美 因为六美的魅力太大了 为了不让可疑的家伙靠近他 我一直在保护着他 昨天有个高年级的学生老师搭讪六美 最后他不见棺材不落泪 因为你是六美重要的青梅竹马 所以我一直对你放任不管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老师在说话的同时 一把暗奈已久的匕首抵在男主的脖子上 顿时男主发不出声音 脚也动不了 你可别怪我 这一切都是为了可爱的妹妹 就在老师准备动手时 一位身穿洋装的双马尾少女凭空出现 随着他按下手中的按钮 顷刻间白茫茫的一片笼罩整个房间 等老师反应过来时 房间只剩下他一个人 而男主醒过来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个头以及一个铁桶 原本就是射孔的男主 看到眼前的一幕差点吓得原地起飞 还好有六美这个熟悉的面孔在 经过他的介绍 这些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这是双方姉ちゃん 谢谢 然后这里是心臓兄姐 谢谢 谢谢 塩姉ちゃん 最令男主吃惊的是 六美家是间谍家族 所以家里的事和家人 一直都对男主保密 瞒了男主十几年 现在说了出来终于舒畅了 看着六美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直到男主从桌面拿起一把手枪 还以为玩具枪的他差点就大结局 正遂男主三观的是 间谍跟小说和电影里不一样 是个很常见的工作 而且还有间谍周刊 翻开周刊 男主才知道周川老师是六美家族的长子 夜英雄一郎 是间谍界的网红 在女性喜欢榜和男性讨厌榜 常年霸榜低 一郎作为间谍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智商 都是在家族里面最优秀的 不过就算是天才也会失误 过去他因失误害六美受到了冰死的重伤 六美的白发就是事故的压力留下的痕迹 自那以后出于自责对六美过度保护 从日常生活到人际关系都要干涉 他成为一个保护六美的怪物 男主之所以能够活这么久 完全是凭借了青梅竹马的身份 但现在由于有人告密 说有家伙想取六美的性命 所以一郎有了可以正当处理男主的借口 说曹操曹操就到 一郎现在正好回到这个家 应该是为了对男主下杀手 能够阻止一郎的办法 只有以暴之暴 但过去认真打起来的胜率 即使五对一也只有30% 还有42%的概率 会有人受到半年才能痊愈的伤 以及25%的概率房子会整栋烧毁 男主听到有些慌 想和平解决 其实也有一定能够活下去的办法 那就是男主和六美结婚 原来叶英家唯一的规定是 禁止家人自相残杀 如果男主入坠的话 性命就不用担心 一般结婚是要去登记之类的 但叶英家族的结婚 只需交换戒指 叶英家所有人戴着的 这枚英只纸环是一对的 只要将其中一只交给伴侣 就算婚姻成立 你就成为叶英家的一员 为了保护自己 也为了保护六美 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这对男主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闻听此言后 二任为这事理的问题道歉 既然如此 只好回归最初办法 大家合力痛揍一郎一顿 话音刚落 一郎帅气地坐在他们之间 果然霸气外露 众人惊慌不已 没想到星三在家里布置的重重机关 在他面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为了保护未来妹夫 二任姐姐也是拼了 与他身体完全不服的怪力 瞬间提起一郎 然后开始转圈圈 接着狠狠地将他砸在地面 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死了 奈何他是夜英雄一郎 不愧是最强 全场游刃有余丝毫不慌 你们的配合很不错 但是第一击之后的破绽太大了 手上的钢丝 就是一郎的专用武器钢蜘蛛 没办法 二任只好冲过去拖延时间 让六美趁机带男主一起逃走 面对密不透风的钢蜘蛛 二任用柔术一边防守一边靠近一郎 然而就在他即将够到目标时 一郎的手轻轻一拉 二任瞬间就被他五花大绑起来 情急之下 寺院选择留下 精通所有机械的他操控无人机来对付一郎 不到两分半 一郎就被无人机给包围 接下来无人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奈何有烟雾伤 等烟幕散去 地面只剩下无人机的残骸 搞定了寺院 男主和六美被逼到死角 眼看无路可走 六美也只好去投怀送抱 可走到一半 六美和黑猫突然动起真格 一郎还真看不出来 但是给别人做的乔装还需要锻炼 否则就会暴露后面被乔装的本人 原来一郎发现眼前的男主是六美乔装的 竟然败露了 六美干脆卸下伪装 并拿出刀让一郎停手 男主透过奉系目睹了一切 眼看心爱的妹妹也拼命抵抗 一郎也妥协了 他表示可以放过男主 但相对的不会让六美再踏出家门一步 把学校 朋友 游戏 甚至恋爱全都毁掉 这变态程度已经不是保护了 而是控制 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爱六美的 一郎竟把六美的盗筒进自己的身体 看到哥哥疯狂到这地步 六美也只好想生活低头 然而就在这时 男主再也看不下去 从话里站了出来 其实男主理解一郎 因为和他一样 都是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但是让想要守护的人 露出这样的表情绝对是错的 于是男主伸手让六美给他戒指 按照姐姐说的唯一办法去做 看着敢于面对过去的男主 顿时六美煽然泪下 并毫不犹豫把戒指扔给男主 可静在咫尺时 冷血的钢丝锁住男主的每一根手指 可让一郎没想到的是 男主不顾一切牢牢地握住戒指 任由钢丝无情地切割自己的肌肤 我说 六美 谢谢你一直保护着这么无药可救的我 因为近年度我必须保护你 我才会保护你 要不保护我 阿贝 阿贝 老凡 阿贝 无知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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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就这样 在众人的围观下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对新夫妻就此诞生 男人意外地发现 身为间谍的大舅子竟然想杀了自己 还好反应够快 差点就没命了 然而却被告知这只是间谍训练的一环 可大舅子的表情明显在骗人 结果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就被迫做间谍的传统广播体操 然而就在这时 六美走了过来 眼前的一幕属世不堪入目 不过还好六美及时出现 否则男主就要被玩坏了 看了一下时间 大舅子突然告诉两人要逃脱了 还没等他们走过来 原来男主家被安装了炸弹 为了安全起见 大舅子让男主上车再说明情况 由于男主跟六美的关系众所周知了 所以仇家从男主下手 而六美之所以会被盯上 那是因为六美是夜莺一族的第十代当家 夜莺家历代都有超乎常人的人才被除 不过在这当中 每代必定会有一位被称为当家的普通人出生 当家不像其他家人那样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 但相对的 妻子四一定会被当作符合夜莺家实力的超人来培养 并能完全继承有着夜莺家才能的血脉 也就是所谓才能的隔代遗传 继承才能的当家 由具备才能的家人来守护与支持 也就是说 身为当家的六美就是正统领袖 也同为夜莺家的命脉 不过家人觉得家是根本无所谓 只希望六美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此憎恨极度夜莺家的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干掉六美 话音刚落 男主等人就遭到偷袭 还好这辆车是防弹的 总之先摆脱他们再说 可没曾想他们穷追不舍 还拿出重机枪 对着车就是一顿乱射 还好司机驾驶技术如行云流水完美闪躲 然而令男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司机是夜莺家的一只猫 不过对方也是特种兵 很快就追了上来 原本大舅子不想动手的 但他们竟敢打扰到自己的用茶时间 于是准备给他们一点教训 通过刚才发生的事 大舅子想告诉男主的是 你成为夜莺家的一员的你 也有守护六美的使命 所以从现在起 我会教导你间谍的基础 大舅子说完便掏出一把枪 让男主今天一整天 从刺客中守护六美 原来有个炸弹魔想炸死六美 就是早上爆破男主家的元凶 虽然他制作的炸弹很厉害 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他极度沉迷于SNS 他会把工作的内容和目标 甚至连过程都会全部贴上网 由于大舅子现在必须去救一大堆人质 所以男主要在他结束工作回来之前保护六美 得知炸弹魔会在学校里安装炸弹 男主仔细检查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生怕遗漏一个地方 一想到炸弹魔可能已经潜入学校里了 于是男主决定紧跟六美一天 然而就在这时 基友走了过来 给了男主一颗巧克力 由于过于专注炸弹的事 以至于男主忘记自己有严重射口 直到基友提醒 男主才后知后觉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等他睁开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美 由于保健室没开 两人来到大舅子的办公室休息 然而就在两人谈情说爱时 男主惊讶地发现 原来炸弹藏在房顶上 随着倒计时结束 请客间一声巨响震破天际 整个房间瞬间被火光吞噬 其实六美的哥哥姐姐们也来了 不过他们选择暗中观察 就算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他们也不担心 因为他们很相信男主 也的确如此 男主很好地保护到六美 不过令男主感到疑惑的是 对方怎么知道我们会到这里来的 我们明明只是碰巧进入这个房间 男主瞬间恍然大悟 随后男主解开自己的外套 果然不出所料 炸弹磨打从一开始就全部设计好 故意放出预告让男主不敢离开六美 然后让自己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 眼看时间所剩无几 而且出口被堵住了 情急之下 男主决定牺牲自己来保护六美 只见他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舅子及时赶了回来 在救下男主的同时 也阻止了炸弹 因为炸弹是利用目标的体温进行充电 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启动 故事的最后 大舅子要将这枚炸弹物归原主 话音刚落 星三就扛着炸弹磨出现 眼看大家都在 六美质问他们为什么都来了 那是因为这是男主的首次任务 觉得很有趣就来了 这下子炸弹魔就糟糕了 就算他拼命求饶 但作为魅控的大舅子 岂能放过他 叶英家的特务训练 居然如此高强度 去冰箱拿水稍有不慎 就会触发机关导致爆炸 想要看的电视 居然要站在十米开外 用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明知饭里有毒也要忍痛吃下去 就连上个厕所 也要解锁十颗变化的密码 男主差点被这些考验折磨个半死 而这一切也都是他自己的决定 这天男主找到二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六美 他说到自己想要快速变得更强 而二任虽然很认可他的想法 可对于要快速变强的请求 二任却表示不可能 此时的男主很是不敢 但二任看在他对六美的这份心意上 于是给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让男主在夜莺家宅邸里生活一个月 要是一个月你还能活着 那自己就将对你进行正式的训练 闻言男主激动地站了起来 可刚走一步就掉入了陷阱当中 对此二任表示 作为异能间谍家族 夜莺宅邸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豪华大物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不满了机关 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 如果连这些都克服不了的话 正式训练就更没得谈了 于是第二天起 男主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只是因为没有理会早晨的闹钟声 两秒蛋过后 对此六妹很是心疼 自己时刻担心着会变成寡妇 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委屈男主 不过男主表示为了六妹 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此时的寺院提醒到男主 你要是能得到这座房子的认可 就能不让陷阱发动 这个房子的所有陷阱 都是由电脑统一管理的 你只要克服并通过所有机关陷阱 就会被认可为夜莺家的一员 也就在这时男主突然觉得 肚子一阵巨痛 一旁的二人说到用餐 也是训练的一环 为了培养抗毒性 除了六妹其他人的饭里 都加了少量的毒药 从这以后 男主如同地狱般的日常拉开的训练 每天等着他的是 不同家族成员的特训 想喝水 可以 但你必须像寺院一样 拥有聪明的头脑 又或是像二人拥有极快的手速 否则一旦触发机关 就会引来爆炸 想看电视 那就站在十米开外 通过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以此锻炼射击能力 不仅如此 自己的身上每天还穿着 夜莺家重达三十千克的特制短袖 而最让男主头疼的 则是每次吃坏肚子后 想要上厕所 都得破译一次时刻变化的密码 这下男主彻底是被玩坏了 可看着自己心爱的六妹 男主觉得自己一切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几周下来 男主已经逐渐习惯了 夜莺家的某些陷阱 可就在这天用餐时 游戏一阵子便会好起来 不过男主却表示自己没事 只剩下一周时间了 自己可以继续接受考验 而此时二人却直接击穿了他 这个体厉害 这种方法 如果这样的方法 也不足够的生命 也不足够的 最初从最初 在最初的成果的际上 我记得了吗 有必须有异性的手段 有必须有必须有 大方 Cionがデータを集め解析 怪我の治療や不眠不休用の激 そして心臓の実践 薬処方は七尾の医術 そして 傷を隠すための 剑語の疑皮技術 七尾 あんたともあろう男が こんな自殺行為に手を貸すとは残念だよ ごめんなさい 双葉お姉ちゃん 但男主说到 这都是自己 请求大家 帮助自己的 哪怕早一天 自己都想尽快成为 能够保护六美的男人 文言二任 直接给了男主一手刀 他表示 如果连自己都不会珍惜 那又怎么可能 学会珍惜别人 你那么想要保护六美 就要知道 忍耐不超捷径 也是训练的一环 可虽然嘴上这么说 二任还是将 自己整理好的笔记 交给了男主 或许在此刻他心里早已认可了自己这个傻妹夫 普通あんなに自分を追い詰めたら 体の前に心が限界を超える あの子を支えているのは 才能や努力なんて 生優しいものじゃない 気持ちだ 狂気にも近い 六美への愛 ほらほら どうだい六美 ねえたすごい もしかしたらあの子は あたしが思う以上に 六美を守るのに ふさわしい存在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ね 而很快恢复好的男主 成功打开了厕所的门 通过了最后一个考验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其他感到高兴 トラップのアイドも ノーマルからベリハに変更 太陽 早速この100キロTシャツに着替えてもらおうか 太陽 ファイトだよ ファイト 太陽 从他经历了叶英家的地域训练后 自己的身体素质竟变得如此之强 不仅能轻松接住从身后飞来的棒球 甚至随意一丢的力道 都让教练跪求男主加入国家队 若不是六美提醒 男主都没有发现自己早已超乎常人 就连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他都会下意识地隐藏气息和脚 这也让同学们在背地里一门 都在说男主是古老人者家族后裔之类的 但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男主取了个间谍老人 而且还是间谍家族的家族 身为家主的六美 还有男主帮忙 工作算是轻松了许多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贤武的房间 与六美堆满文件的房间不同 这个房间里摆满堆积如山的衣服 原来刚才六美在处理文件时 发现对方提交的报告缺少了资料 而且这已经不是贤武第一次这样 对于他这个散漫的态度 六美决定要给他一点点教训 话音刚落 整个夜音家就开始发生改变 不仅各种出口被完全封禁 甚至外围还升起了一道道高级 随后两人便开始寻找贤武所在 他们首先去了寺院姐姐房间 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贤武的声音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二任大姐这里 想到吵醒二任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 两人只好先去下一个地方 紧接着是七恶的房间 此刻他正在做生化实验 表示贤武不可能在这里 最后连小狗哥利亚的房间 以及胸衣狼痛无都彻底找一遍 结果都没找到贤武的声音 男主怀疑对方已经跑出这个屋走 可六美却表示没人能逃出冬眠系统 没等他继续多醒 身后寺院的声音就传来 几人询问六美和男主在干嘛 这问题直接就让两人愣住 没想到他们几人刚才一直都在一起 这时两人才明白过来 原来刚才他们遇到的人都是贤武假扮的 更离谱的是 贤武此刻其实就在他们身后 嘲笑了两人之后他便直接逃跑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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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縁分投げられた 大丈夫 健吾は そこに こんな隠し通路 屋敷の図面にも載ってないわ 健吾ったらまた勝手 悲しい 逃げられた どんまい ムツミ よく頑張ったよ ふゆごもり 解除 健吾 何言ってんだ ムツミ 原来刚才六美就发现 弦武假扮的男主 编影有二 一是自己只要不解除冬眠 那么贤武就必定没法跑出去 二是男主每次开门的时候 都一定会让自己先进去的 六美表示贤武的变装技术毫无破绽 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妻的习惯 他还需要观察更多 之后两人从衣服山里找到了资料 同时贤武也表示可以教导男主变装技术 就是变装的时候 差点让六美误会男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隔天 男主吃着六美亲手做的咖喱粉 亲手做的饭不仅爱心加倍 就连下的毒药也是双倍 就在这时 客厅的电话响起 这是叶音家的内部电话 而来电的正是新三 原来电话响起 在执行任务中 敌人的数量出乎意料的多 结果就是武器全用完了人都没死去 而身为武器专家的新三一旦失去武器 就会变成超级懦弱的社会性格 男主听完也是服了 也真亏他能当那么久 间谍不出事 但现在人手不足 在六美的提议下 男主开始了间谍家族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虽说如此 其实内容也只是把武器送到新三的时候 而六美本人则是留在大北 他负责一边安慰新三 一边为男主导航 很快男主便进入了室内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还没潜入两分半 他就被黑帮小弟给发现了 不过男主也是久经训练的人了 他按照新三曾经的教导 瞬间往后用腋下固定住枪和手段 紧接着就是对着后方一个肘击 敌人一下子就被一连套操作击晕 可反击的动静却引来了更多的人 把户装中 dried compatible 因此之典 什么时候需要 敵は三人 使用到了 对手 온 三人 嘘 哦 我 我 我 太陽 心臓兄さん 無事でよかった これ 無罪人頼まれた銃 我がった この 鉄と真鍮と蕭炎の匂い スヤとクリップのザラツキ フロットサイト スロスロ 撤収しませんか いたぞ 一瞬で 拿到武器的心三完全攀弱兩人 他讓男主拿著這次的任務 這是黑幫製造尾超的模板 隨後在心三的帶領下 兩人輕鬆的突破了一道道的防線 不想就在這時 男主被一發遠處的狙擊擊傷大腿 等心三看見敵人 才發現對方也是同屬間諜的一員 他並沒有取掉兩人性命的打算 而是專門打了男主大腿 以此威脅心三吐出夜鷹家的情報 噂より話が通じるようだな 何より武器が大事なお兄ちゃんも 武器より大事なもののためなら あっさり手放しちゃう でも それじゃ 肝心の大事なものすら守れない だから だから 何としても持たせてあげて 到底武器とは言えない 心臓兄ちゃんの手に馴染む全ての物で この物は 強力な武器に変わる バケモノミ バケモノミ 此時男主已經好幾天沒睡觉 六媒也十分心疼男主 不断用摩斯密碼痛骂胸一郎 三人就這樣若無其事的在課堂上戳戳戳 好家伙 都不用上課了是吧 更離譜的是 為了讓男主睡着 胸一郎拿出一顆綠色小藥丸 緊接着就往桌面上用力一拍 頓時整個教室都被白色煙霧攏障 煙霧散去後 所有同學都睡着了 唯獨六媒下意識的戴上了防毒面具 沒受影響 原來這是夜鷹家七惡特製的安眠藥丸 就連出具毒物抗性的男主也低下了頭 本以為他已經睡死過去 不曾想救在粉笔馬上要擊中的那一刻 男主及時用電機槍擋住了攻擊 六媒健壯還以為男主扛過了安眠藥 仔細一看才發現 原來男主已經是睡著的狀態 胸一郎也笑了 他清楚這就是所謂的半覺醒狀態 於是他丟出了更多的粉笔 這或怕是藉著訓練的名義 想要解決掉自己的這個妹子吧 隔天男主休息 此時他一臉嚴肅地看著一本間諜雜誌 裡面的內容是給間諜行業的溫馨提醒 這一行的工作相當繁重 要注意不要因為工作而冷落了半夜 根據調查間諜夫妻的離婚率高達9成 男主見狀立馬就慌了 於是六媒過來後 他當即就想邀請對方去約會 然而話還沒說完 桌子上的手機就想了起來 給男主打電話的是一個神秘人 他表示現在有任務 讓男主去一趟 原來來電的人是新出場的任務 就在兩天之前 男主夜跑時遇到了一個可疑的長髮男 他一下子就說出了男主的名字 表示自己是市警署的警官聖夫 並且讓男主跟他走一趟 等到了警察局 男主就被帶到了一個小黑屋 對方給他展示了之前潜入製藥廠的照片 聖司警官對男主提出了幾個指控 馬路追逐戰鬥 甚至連學校都炸了 非法持有槍械 非法闖入私有領地 他把最近發生的一切都推給男主背過 聖司警官做這一切的目的 都是為了讓男主說出背後的組織 因為警察完全查不到 除男主之外的其他人 然而男主又怎麼不出賣葉英家 先不說他自己老婆就是家主 更別說如今他已經和葉英家兄弟有了羈絆 不曾想聖司警官見問話不成 直接就在他面前倒了杯水 水でも飲んで ゆっくり考えろ え、え、明らかに何か入れたような 自白剤? ん? まあ、いや これは… 身体に… ミネラル? 嘘が雜 いいから飲め だから俺は何も知らない 嘘が… 嘘が… 男主這才發現了不對 仔細一看旁邊的垃圾袋 還詭異地流出了血液 聖司警官表示那是妄惡的罪犯 是我制裁了他 那麼你又能扛住幾錘呢? 聖司掐住男主後 甚至用同學威脅他 關鍵事後男主發現了不對勁 房間內居然存在胸衣郎的死線 於是他再次拒絕說出情報 果然等一錘錘空之後 墻後出現的正式胸衣郎 原來他和聖司是一伙的 這個看著很不靠譜的警官也是真警官 的確不過是為了試探男主的手段 同時也是為了介紹男主給聖司認識 而且葉英家其實和官方私底下有合作 他們會幫葉英家掩蓋出任務後的情報 相對的葉英家也會幫忙做事 正好男主就可以當一個任勞任怨的打風人 回到現在 聖司警官給男主電話 是為了讓他出一次任務 隨後他就來到了一個遊樂園 而他這次的任務目標 是一對非法持有撕造槍的情侶 除了情侶之外 就沒有任何其他情報了 無奈男主只好觀察附近可疑的人 結果定靜一看之後 發現孤零零的自己才是最為可疑的那個 就在這時 一個意料不到的人出現在男主面前 原來六美從聖司警官那邊得知了任務的是 他想著遊樂園這種地方兩個人更自然 於是便跟了過來 等兩人再次開始觀察之後 才發現這個遊樂場真的什麼情侶都有 先是一對非主流情侶 男主二人尾隨他們去了郭山車 同時他們前面還有一對秀恩愛總 而非主流情侶則是在最前方 所有人都玩得挺開心的 他竟覺得過山車的搖晃很舒服 一不小心就睡了過去 之後他們也發現 那對非主流情侶只是外貌有些特別 實際上和普通的情侶也沒什麼不同的 於是他們去調查第二對情侶 他們兩人都是壯漢 也是一看就很可疑的類型 沒想到唯一的收穫只有狗粮 而調查沒有任何進程 最後他們跟著一對西裝情侶去了商店 不過等進去之後 他們卻跟丟了對方 只有剛才的秀恩愛組合在這裡 臨走時男主看著店裡的玫瑰想到了時候 兩分半後 男主是在咖啡店裡找到了那一對西裝情侶 那好我來品嘗一下 好 你要讓你展示出的物 什麼事 特注的品 特注的品? 真是 這位指輪的指輪 你結婚和我 男主也是服了 自己跟踪了一天 没想到不仅找不到罪犯 而且也没让六妹玩得开心 这一台不见得了 好伤性 那你能够成功吧 这 Everyone's 剃成功 我会催于队 找到一身的 watch 大人参加 我这些不大 我才能够成功 驚愿 闹 그래 痛 帮助 発行 没想到最正常的秀恩爱总和才是对方 男主立马躲在桌下 然而两人的枪战好巧不巧打中了男主的雷归 最终秀恩爱组合被逮捕 而在六美的邀请下 男主也和他坐上了摩天轮 不过他很好奇六美最后为什么想搭这个 六美文言突然支支吾吾的害羞起来 原来这个乐园有个传闻 只要在摩天轮一起欣赏了夕阳的情侣 以后都会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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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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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一见钟情的男人 他都会先用间谍技术跟踪对方 最后在其身上插上爱的毒针 而此刻他盯上的目标 正是刚在间谍世界崭露头角的男主 自从他摧毁制药工厂之后 甚至有人用十万美金悬赏男主的人口 不过就像上面说的 女孩盯上男主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爱 更搞笑的就是 他为了独占男主 还会特意解决掉其他为赏金而来的杀手 男主见状也是服了 这真说不准是幸运还是倒霉 作为宠妻狂魔的男主明白一切后 当即就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 因此不能接受你的爱 也不会被你轻易杀掉 但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粉猫能找到他们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间谍界想瞒过宠妻狼的耳目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他是袭击夜莹家的人 于是粉猫便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找上了宠妻狼 粉猫说完后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表示期待之后与男主的相关 果然没过多久 男主的班级就来了转校生 而这个人正是粉猫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可爱的女孩 唯独男主深感不妙 下一秒 粉猫就表演了一个原地摔跤 同时还丢出了致命的飞针 于是男主与病交跟踪狂的战争就此打起来 比如拉开椅子会发现满是毒针的陷阱 又比如体育课上被动了手脚的篮球 就连上课和吃饭 男主都要时刻警惕着粉猫的偷袭 好在他现在早已超乎常人 就算粉猫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成功暗杀 最终粉猫也终于被完坏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用出了大招 这是他的秘籍人偶无真 凡是被刺中的人都会成为他的忠实仆人 危机时刻 六美出现拦在男主面前 不想就在这时 之前被打晕的杀手出现 但他这次的目标是坏他好事的粉猫 千军一发之际 六美把对方扑倒躲开子弹 同时男主正开了束缺 随后用电击枪把杀手击败 怎么办 太阳的好处 看着人们的好处 也很嬉害 但是这种做法是很严重的 这就是 真实的爱 好 从这之后 粉猫的画风就变了 他一直黏在六美的身边 而对于六美来说 粉猫就像是女感的兄弟郎 因为他们同样变态 当然粉猫还没放弃男主 他表示还会找机会干掉对方 然后和心爱的六美相亲相爱 这时男主的电话响起 来电的正是四院姐姐 等回到家后 他就和六美来到了他的游戏房 原来四院姐姐时不时都会找人一起打游戏 上一个受害者是连续通宵五天的新三哥 而给男主玩的 是一款由四院姐姐亲手制作 并且魔改马里奥的游戏 然而男主此时并不知道 这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游戏而已 随着游戏的进行 男主不断打败凶翼狼样貌的小怪 游戏难度也很简单 打败数个小怪之后 他们遇到了凶翼狼牌的火车头 现在只要将他打败 就能成功通关游戏 在努力了两分半之后 他们成功把凶翼狼干翻 与此同时 一旁的电视机上播报新闻速报 一辆现实中的失控列车突然停了下来 但目前停下的原因并未清楚 直到寺院姐姐解释 男主才明白之前玩的不仅仅是游戏 原来寺院会把黑客的工作 制作成游戏再通关 同时这也是没有任何存档和重来的游戏 一旦刚才输掉游戏 现实中列车的无辜民众都会因此生亡 很快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游戏 一群恐怖分子驾驶着飞机闯进火力发电站 政府把害尽系统的任务交给了夜莹家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们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 游戏目标是在敌人入侵后方蓝色区域之前 把所有敌人打倒就算通关 干架之前 寺院姐姐把一瓶复活药交给了男主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对付这次的目标 只见一条绿色飞龙翱翔在天空 身边同样是刚才那样的凶一郎小怪 寺院姐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凶一郎 另一边的男主还是没掌握好操控方法 见状寺院也捕操对方没有游戏天赋 可歪打正着的 男主竟然进入了一个未知区域 更离谱的是 他走着走着人物就变成了无敌状态 虽然听起来很强 但其实对现状并没有太多作用 最后还是由寺院一个人干掉飞龙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上空突然又出现了无数小飞龙 与此同时的现实世界里 无数无人激励于发电站的上空 这是政府都没提供过的情报 寺院表示以敌人的数量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正当寺院打算联系星三使用后手时 男主却想到了一个主意 只见刚才被打败的飞龙再次复活过来 随后在男主和寺院的命令下 飞龙喷出致命的吐息 转眼间大量无人机被击落在地 而现实里原本失控的飞机 竟被两人操控用意对付敌人 原来男主把一开始的复活样 用在了飞龙身上 因此才能借此操控飞龙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几个漏网之鱼闯了过去 好在关键时候 一个神秘人物出现救场 原来他就是白天暗杀男主的粉猫 他本打算通过兄弟郎提供的密码 潜入夜英家夺取更多男主情报 好巧不巧就遇到了他们正在执行任务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也帮忙击败了漏网之鱼 于是本次任务圆满解决 但男主不知道的是 今天仅仅是开始 等三天后六美再次来到房间 就见到自己的未婚夫被寺院姐姐榨干 自从加入夜英家后 男主就越发不似人类 就连负重训练都能扛起500公斤的负重 也是在这时 令男主重伤的契机出现 欺恶在电话里请求男主帮助 原来他在潜入某处研究所时 竟在这里发现了生物兵器 这颗小小的细菌炸弹只要炸裂开来 半径十几公里内的生物都会死 这种物品带出去也十分危险 于是欺恶决定吃掉它 男主见状已经呆了 这实在是够合理的 直到欺恶解释男主才明白鬼 原来弟弟的身体 有着超乎常人的抗毒性 甚至能做到分解毒药 分解这种细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但糟糕的就是 使用这个能力会变得非常想睡觉 于是他只能依靠男主回收自己 所以才联系上他 睡觉之前他把所在地告知男主 很快男主便来到了这个研究所 刚进入这里 他就发现了奇怪的敌人 附近倒下的护卫 似乎并不是欺恶下的手 还没等他多想 身后便有敌人瞄准了他 危机关头 一把连家突然出现救下男主 随之出现的是两个神秘青年 而且他们还知道男主叶英家间谍的身体 见对方似乎没有敌 男主也放下了手中的枪 但奇怪的是 在这种场合里 绿毛居然一本正经的离开闭明天 原来两人是政府直属的间谍组织出局 也就是公务员间谍 绿毛名为苍翠 而另一人则是副手王牙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瘫痪此处设施 男主也在叶英家听说过这个组织 于是便对他们放下了戒备 并且决定和他们一起行动 等来到了欺恶所在的研究室 男主第一时间查看对方的状态 见弟弟没事他也松了口气 不想救在这时 不久前曾救下他的廉家进攻向自己 好在男主反应过来及时挡下了攻击 原来除菊的目标 竟也包括杀掉弟弟 他们监视研究所的时候 也监听到了两人的通话 为了百分百保证生物兵器不被激发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欺恶除掉 就在苍翠准备动手时 欺恶在这关键时候醒了过来 并且表示细菌病毒已经成功分解 而这个提前贴在身上的测试试纸便是证据 苍翠仔细观察后确认属实 既然毒素已经解除 那么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向欺恶要来试纸当作任务报告 同时他也给欺恶递上了止血药 让对方给男主进行治疗 临走时 他还不忘嘲讽男主的天真 等男主恢复过来 他就被凶义狼抓住玩气捆绑 一切都是因为之前的事被登上了间谍杂志 凶义狼借着给叶鹰家丢脸 专门抓住男主进行惩罚 不过杂志上更多的 其实是对凶义狼本人的不满 好在欺恶和六美及时出现 男主才没有继续受罪 不过他还是十分自责 毕竟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弱小 让欺恶差点就死在那个地方 隔天 苍翠就在地铁上发现了男主 在苍翠看来 他那别脚的跟踪技术 就跟电灯泡一样显眼 原来凶义狼昨天说的喜刷无名 就是让男主去跟踪除菊的人 等哪天能不被发现 男主也就变强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一名 不过苍翠又怎么会乖乖佩服呢 要跟踪我的前提 先得能跟得上我的速度 这是除菊的专用步法踏花 可以不发出任何声响 并进行高速一等 十分适合间谍工作的潜入和跟踪 也能运用在战斗里面 苍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男主来说 就连跟上他都十分困难 第二天上午 男主继续今天的跟踪 这次是在列车的车顶上 然而不出所谅 他的衣服再次被仓翠沾碎 第三天中午 一座摩天大楼上 男主倒挂在墙壁之上 但更离谱的是上面那两个 居然依靠刀身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吃午饭 同样今天男主也被斩碎衣服 很快到了第七天 男主如今已经能跟踪到傍晚 才被发现 当然被发现的下场可想而知 那就是再次变成暴露狂 但奇怪的是 这次男主居然保住了裤子 一旁的王牙健壮 还嘲笑苍翠 其结局就是和男主一起 变成暴露狂 到了晚上 七恶到处都找不到男主的身影 于是他来到厨房找兄弟郎 竟意外发现男主被对方当成真板用 原来男主回来时就晕在门口 被兄弟郎大哥捡了回来 七恶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要乱来到这种地点 对此男主表示 自己面对强大敌人时完全束手无策 结果就是连弟弟都保护不了 有个那么弱小又丢脸的哥哥 你也会觉得讨厌吧 然而七恶却不这么认为 对方不管任何时候都会挺身而出 这样的哥哥又怎么会丢脸 跟踪苍翠的第十天 这天男主直到晚上才被发现 对于这种倔强的家伙 仓翠这次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終わらせてあげよう これ以上無駄な努力を重ねる前に 捕らえられた 何度も受けたから体が覚えた 斬撃は全身に広がる けれど 処達は必ず体の中心を打つ 見えないし反応もできない でも情報があれば備えられる たとえ勝てなくても 喰らいつくことはできる 見对方接住自己一刀 沧翠也終于明白 為何夜鷹家 会接受这个如此弱小的人 随后他让一旁隐藏的王牙 给男主进行简单的治療 不过在臨走前 他表示男主 只是看穿了自己的习惯 而不是他所使用的刀法 不过能看穿习惯 也代表着拥有自治 这点他对男主 稍微有点改观 成为间谍后的自己 也会有男扮女装的那一天 一切都是为了 执行一次潜入任务 而这次他监视的目标 竟是一个变态政客 然而男主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不太正经的政客 居然说出了 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 数年前那场 令他家人身亡的车火 居然不是单纯的意外 而这次看似简单的潜入任务 是隶属官方的谍报组织厨局 委托叶英家执行的 但此刻的男主 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睹 他们来到官方的内阁大楼前 而大名鼎鼎的厨局 正是这座气派大楼 一旁的那座小小咖啡馆 等几人进去咖啡馆后 苍翠给老板说出了街头暗号 给我来三杯厨局 超级好喝豪华 巨大克制超级咖啡那里 没想到这暗号也是够离谱的 等店长按了一大堆按钮后 三人所在的地板竟瞬间掉落 直到苍翠解释 男主才知道 这个暗中活动的官方谍报机关 竟在三百尺之下的地底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 没想到进入基地的这段路 还安放了无数的机关陷阱 苍翠把这称之为 防盗机关和训练用设施 男主见状差点以为 自己小命就到此为止 本好不容易到达了地底 男主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最后 居然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铁球陷阱 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一个眼罩女出现一拳 就打碎了铁拳 没想到怪力女 正是雏菊的老大 而六美和雏菊会面的木居 居然是为了一顿下午茶 刚才男主路上 一直背着的大背包 里面全都是六美带过来的甜点 原来领除了雏菊首领的身份之外 还是兄一郎大哥的同班同学 所以双方一直以来都有合作 不过领和兄一郎之间的关系 只能用糟糕形怒 单单是提起兄一郎的名字 都会让吃货里没了食欲 不过喜爱六美这一点 他们两个人倒是没什么区别 这样看来六美简直就是 团宠级别的存在 就在几人交谈间 基地的墙壁突然被炸开 从烟雾里出现的人 正是兄一郎 仇人见面分外有 兄一郎来这就是不想让 领和六美接触 于是两个超级战力的大战 一触即发 先是兄一郎祭出成名武器刚之珠 然而身为厨居首领的领也不简单 居然以肉身之力一拳就打断四线 接下来的战斗外人根本无法插足 周围的设施不断被破坏 就连苍翠也没有丝毫半 六美见状明白 只有自己可以阻止两人 于是他来到了两人中间 可此时他们的攻击根本来不及停下 好在这时男主及时摁下六美 而他自己则是扛下这一击 二人とも これ以上みんなに迷惑かけたら 二度と口聞いてあげない ごめん許してむつみ しかしこいつ意外と根性あるじゃん ねえ言った通りでしょ 私の旦那さんだもん 原来这次的会面 也不单单是为了举办下午茶 零想让男主帮他们一件事 那就是去调查一位知名政客 表面上他是一个为民众办事的政治家 提出了许多对人民友好的政策 但背地里他却雇佣了民间间谍三胞胎红蓝黄 身上优秀政绩的背后有着无数触目惊心的恶心 一切都是为了不择手段的往上爬了 此刻他们正要为了下一期的总选举行动 更糟糕的就是 从地下世界获得的情报里 他们购买了威力强大的炸弹 但其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连除菊也无从得知 然而身为官方机构的除菊 却不方便出手打探政客的情报 这也是这次为何找上叶英家的原因 作为平民出身的男主 他的身份更不容易被试过 两天半后 男主已经成功地潜入了黑白河打 对此男主心里只有无语 不想就在这时 原本正常举办的拉票 竟突然出现了闹事的民众 他们反对黑白河的政绩 于是来到现场闹事 但黑白河的支持者也不少 双方一下子就开始混战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 现场的设施进骨了下来 眼看马上就要砸到反对者脸上 下一秒黑白河进骨骨自身安危 下音箱 在众人面前 他说了许多的漂亮话 这一幕也被媒体和群众看在眼 直到他上了救护车之后 才露出了真正面目 刚才的伤势和被救下的民众 原来都是他安排的戏 假扮民众的正是黑白河的手下拦哼 而这一场作秀也成功地提高了支持率 等媒体的新闻播出 他的支持率就会达到巅峰 而他们所说的一切 都被藏在床底的女主听见 确定黑白河不是什么好人之后 男主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犯罪证据 可奇怪的就是 即便男主24小时都在他们身边 他都完全找不到 关于他们犯罪的证据 不仅如此 在这期间他们还不断地犯下恶行 但男主就是找不到证据 甚至连他们的交谈 都没有刻意避开男主 唯一奇怪的就是 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就在男主迷茫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了盲点 明明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但是表现出来的节奏感却很不协调 想到这男主发现了什么 等仔细一看 才发现他们原来一直以来 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动作交流 而跳舞的节拍 其实都是摩斯密码 隔天 黑白河邀请了许多政客齐军 男主也得知了他们的目的 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黑白河的顽强正敌 而聚集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用炸弹将他们一次性解决 当然为了消除嫌疑 黑白河本人也出现在现场 不过他早已提前准备好应对方案 今天死的人 唯有站在对立内的敌人 就在他按下起爆装置后 巨大的爆炸声竟从室外传来 原来就算男主得到了情报 也来不及解除炸弹 无奈只好把炸弹放在水池地里 以此来减少爆炸的威力 然而就在他放松之时 黑白河竟看穿了男主的真正身份 而且他从来都会做两手准备 夜莹出品避暑精品 这些泡沫都是夜莹新三哥哥制作的防震衣 而男主也在这时战起 原来他刚才不过是用血浆球夹死 直到这时黑白河还以为自己有胜算 毕竟他这一方可是四对一啊 但黑白河并不知道 当男主搜集到证据之后 他并非是一个人战斗 只是瞬间 苍翠便摧毁敌人所有武器 红蓝黄剑撞立即就逃跑 只留下了黑白河一员 而这次的任务也圆满结束 最后苍翠负责处理现场后续 男主则是护送黑白河回到出局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黑白河竟说出了不得了的情报 我身上的黑白河也没想到 他不得了的情报 男主的身世似乎隐藏着更深的迷雾 而掌握真相的人正是政客黑白盒 但男主万万没想到 政客仅仅是他表面上的身份 只见他没有任何动作 身上的束缚带却诡异地断开 随后他把耳尸丢向地面 下一秒 整个押送车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关键时候男主只来得及救下司机 黑白盒则是趁机逃走了 直到苍翠打来变化 男主才知道黑白盒的真实身份 竟是剑底 并且他不是普通的剑底 而是五六年前早已死去的传奇特务黑盒 他伪装成为政客的目的 都是为了以这个身份接近官方高层 然后在骚乱中将其掉包 他的目标最开始就是二把手副总理 好在最开始苍翠就留了个心眼 他在黑盒的身上安放了定位装置 而男主的任务 就是从黑盒手中救下副总理 两小时半后 黑盒在绑架现场开启直播 就连大街上的屏幕都被他飞掉 他把这场直播称之为记者会 并且给了副总理两个选择 一是在所有人面前说出真相 从而社会性死亡 二是拒绝说出真相选择生理性死亡 而副总理选了后者 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外界的直播画面竟突然消失 原来直播用的手机被打坏 而出现在这的人 正是跟踪而来的男主 但黑盒对他的出现似乎并不意外 就算被男主用枪指着也毫不慌张 黑盒十分从容地说出了男主武器的情报 叶英家特制电击枪八重 其威力以及范围会随功率成正比扩大 也就是说以现在我们相隔的距离 电击的威力会让我和副总理同时死去 他笃定男主不会这么做 同时他瞄准电击枪将其打落 在这一瞬间 男主回想起二刃的教导 对方攻击后的那一瞬便是反击的信号 要以最快的速度与敌人拉近距离 下一秒 男主使出了叶英家二刃格斗术垂柳之手 可原本体格差越大就越能发挥效果的格斗术 居然被对方用一种特殊技巧破解 一时间男主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原本他还能用暗藏的钢丝脱刻 可黑炎竟连这招后手都看穿了 他似乎很熟悉叶英家常用的战术 见男主十分疑惑 黑炎也说出了自己的课程 他表示自己对情报收集瑞之一二 毕竟对间谍来说情报就是生命 不过单纯收集情报只是二流货色 一流的间谍会利用情报应战 甚至学会各种招式的应对方法 解释完这一切后 他也说出了这次绑架的真正目标 那便是为家人复仇 曾经的他是政客的走狗 女儿是他唯一的亲人 然而就在给女儿过生日这天 竟有人把炸弹伪装成礼物寄了过来 这起爆炸让黑炎失去了女儿 自己则是侥幸活了下来 他清楚这是为了灭口 虽然自己也并非是什么好人 但看着死去的女儿 他发誓要让幕后黑手知道 比他为敌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后的数年间 他伪装成心狠手辣的政客 不断地铲除政敌 而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杀害女儿的元凶 最终只剩下副总理议人 只要将他解决 女儿的仇也就爆了 他说那么多 都是因为男主与他同样失去了家人 若是你愿意就此退走 那么我就告知你家人的情报 然而男主却直接拒绝了黑炎 虽然他确实很想知道家人的真相 但如今更重要的 是和家人同样重要的叶英家 不管对方谁错谁对 他都要阻止副总理被杀害 话音刚落 苍翠便出现在男主身旁 整个地面被他破开 刚才出现的红蓝黄三胞胎 全都掉落到底层 他们由苍翠独自解决 黑炎则是由男主负责 然而在老牌间谍的面前 男主的实力还是有在提升 对方一眼就看穿了武器的机关 星三特制战术刀 凹槽内图有欺恶开发的麻醉 下一秒黑炎将匕首刺入男主父 而男主也因此无法动弹 与男主不同 另一边的苍翠 即使一对三也丝毫不慌 面对三胞胎的合力一击 他使出出局的专用移动术踏划 同时配合自身剑术硬底 轻松解决三胞胎后 苍翠本想立即支援男主 不想就在这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让他不敢心举妄动 可回过头来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而男主这边 他此刻竟和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原来他服下了牙齿内的解毒药 恢复行动力后 他再次发起了攻势 而看到男主行动的一瞬间 黑炎已经在脑海中分析出 对方可能会使出的九种攻击方式 不管是任何一种他都能硬 原来凶一郎早就教导过男主 如何应对熟知情报的敌人 那就是反过来利用情报 使出别人完全不知道的攻击方式 意外出现的攻击会让人变得适动 至于用什么方法 那就是由你去决定 我手上的两种等于用户人变得适动 黑炎也服输了 对于眼前有着相似过去的男孩 他表示会说出男主父母的真相 说话的同时 他暗中把一张纸条交给了男主 下一秒 他就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击穿火龙 男主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面 他实在不明白这时从哪里的设计 明明这里是封闭的室内 究竟是谁为了灭口杀掉他 而苍翠也跟着暗中的气息来盗争 可就算是苍翠 也不知道刺客是谁 但所有人都没发现 刚才黑炎把一张纸条交给了男主 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灭口 男主的身世似乎并不简单 两小时半后 男主按着纸条的指示来到了一处悬崖 这里是黑炎埋葬女儿的地方 因为他想让女儿待在最爱的海边 他希望男主带上女儿最喜欢的白百合拜祭 然后在那棵树洞之中 有你最想要知道的东西 就在执行黑百合任务之后 男主获得了关于父母死人的情报 但他却不敢打开这个装有情报档 直到六美来到身边 男主才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表示很害怕 害怕自己知道真相之后 会变成黑百合那种为复仇不顾一切的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有一瞬间闪过一个面孔 如果杀死家人的仇人就在自己眼前 说不定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他对为家人复仇的黑百合产生了同理性 所以男主很害怕打开盒子 害怕自己会变成指挥复仇的怪物 六美听完这一切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轻地吻了男主的脸颊 在他看来 不管男主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不会离开对方 在六美的鼓励下 他们终于打开了盒子 而里面的东西 居然只是一颗小小的圆球 这时匈医郎的声音出现 他解释这是保存光学数据的圆球 不过匈医郎在意的并不是圆球 而是刚才六美亲的那一口 这个妹控看到那一幕都气孔流血 差点就失控把自己妹夫干掉 好在领及时出现拦住了他 等回到家后 男主意外发现叶英家来了新的成员 那就是之前要暗杀男主的粉毛 原来自从粉毛迷上男主负气之后 六美就邀请对方来叶英家当女 顺便还能给男主训练躲避暗杀的技巧 这时寺院姐姐也出现 他打算帮男主解析那个光学圆球 不过因为圆球比较老旧的原因 解析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之后男主又过上了不断出任务的日常 每天回到家都很累 六美见状打算给他泡茶 可兄弟郎的抄西有茶叶却喝完了 听到这个让男主升起了某个响法 隔天六美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男主最近经常早出晚归 而且电话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陌生人来电 原本他也没多想什么 可粉毛却表示男主的种种迹象 都是即将出轨的征兆 每天早出晚归 手机定位也会故意关掉 然后经常没有理由的分开行动 甚至我跟过去了还要逃牌 这绝对是出轨了呀 不过这也只有粉毛着急 六美对男主还是十分信任的 第二天他就和男主一起遛狗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小狗格利亚居然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原本小小的体型只是瞬间就变大了数位 直到六美解释 男主才知道格利亚从六美高祖母那代 就开始服务于叶英家 格利亚可以说是老祖级别的妖怪狗 唯有叶英家当家能获得他的认可 之后他们就开始遛狗了 不过六狗还是六人这一点还有待商权 之后男主也见识了格利亚的厉害 陆路水路还是垂直高楼都是遛狗的地方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在叶英家就连六狗都是个要命动物 这只狗不仅速度能追得上高铁 甚至能踏水而行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垂直的高楼他也能像屏地一样跑上去 两小时半后 格利亚终于活动完更 就在这时几个小孩走过来 他们都想和格利亚玩耍 不想就在这时 格利亚却发现了危险 小孩手上的气球 居然安装着定时炸弹 小孩手上的气球 啊 皆大丈夫か 嗯 一つも私の対応 あの ゴリアテ どこに 風船にセットされた奇抜装置の受信履歴を シオン電車の機械で解析すれば発信源に逆アクセスできる はぁ これはこれはヨザクラ大衆 生きた状態で会えるとは 粗悪なガス爆弾 周囲を巻き込む雑な計画 三流の殺し屋ね お飾りの闘主が何を偉そうに 確かに私は何の力もないお飾り闘主 でも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たものは決して許さない 肝に命じなさい ヨザクラを敵に回す恐ろしさを 犯人成功被抓獲 通過剛才的事件之后 男主也獲得了哥利亚的認可 願意让他騎在身上 可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回到家后粉毛居然对他出手了 而且还表示已经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 原本在一旁吃瓜的胸衣狼文言也跑过来凑认了 就在这时 两个厨局的工作人员出现了 原来一切都是誤会 男主一直联系的陌生人就是他们 这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当男主知道胸衣狼超愛的茶叶不够之后 就委托了厨局帮忙寻找这一款黑暗生田 但问题就是这个茶叶十分稀 到货需要好几年时间 于是男主为了弄到原材料 在厨局的帮助下去了各种险地搜集材料 最近一直早出晚归也是因为这个 男主还不知道间谍还有官方执照这回事 这天他发现老婆在看夜莺家的全家府 那是七二考取特务合格式拍下的 这也是夜莺家的传统 只要合格就会拍一张全家府 直到这是男主才知道执照的事情 原来执照是名为特务协会的组织发行的政治 协会每年都会举办资格考试 而今年的考试就在明天 一开始拿到的执照是青蜓级 通过晋级赛会逐渐升级为白银河最高的黄金 白银级以上的特务 每一个都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看着夜莺家的全家府 男主表示也想要考取特务执照 对于从小失去父母的男主来说 如今夜莺家的所有人都如同他的家人 他内心下意识地渴望和他们拍全家府 闲眼包兄一郎文言立刻坐不住 他表示考试可以 但是夜莺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考一次就不 万一你丢了夜莺家的脸面 我会替你准备好各种体面的思考 没等两人继续打闹 粉毛的惊呼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力 原来粉毛打扫的时候弄坏了寺院警资料 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程序出了半 电视上出现的居然是真子一样的鬼怪 男主万万没想到 身为资深特务的二刃姐最怕的东西 居然是虚无缥缈的幽灵 原来在二刃的内心 就算是丧尸或者怪物之类的 也可以用力量打败 但妖怪或者幽灵这种无法触碰的东西 却是二刃最害怕的弱子 小时候夜莺家兄弟一起去鬼屋玩 整个鬼屋都被二人暴走毁掉 他只要一进入怕鬼状态 就会持续一整天 六眉表示要在那之前 好好保护二人前路 寺院也想起来 最近这座宅邸经常出现诡异的事 明明什么人都没有的墙壁 哥利亚却会突然警戒起来 于是在执照考试前的一天 男主得先想办法照顾好二人姐 不管是打扫的时候 还是上厕所的时候 就算是做饭众人都会陪着二人姐 等终于熬到了晚上 结果临睡前天花板再次响起了声音 为了哄好二人 六眉拿出了小时候经常念的童话故事 不过他只说了两句话 二人倒是没哄睡着 自己却立刻秒睡了 男主见状立刻补味跟上 而夜莺家的童话故事也很异谱 明明是陶太郎的经典童话 可剧情走向居然慢慢变成了特务战争 等终于念完之后 二人也恢复了原本的状态 原来这本童话是小时候妈妈经常念的一本书 可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二人才明白不管自己有多强 也始终有束手无策的事情发生 无论怎么锻炼 那些无法凭力量解决的存在 都会毫不留情地夺走最重视的事物 一想到自己所重视的人 不知何时会再次被夺走 他就不禁害怕起来 原来二人最害怕的是无法保护家人 与其被家人看穿这一点 倒不如像那样被人嘲笑怕鬼来的幸福 或许也是因为男主是妹夫的关系 二人下意识就跟他说出这些 而对于男主来说 他也能理解二人的心情 因为他也失去了父母 但也正因如此 他才想要变得更强 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夜阴家议员后 他才能好好保护现在真实的事物 所以他势必要拿下明天的特务执照 隔天 特务执照的考试正式开始 第一场考试是最基础的跑步测试 作为夜阴家的新星 男主的实力碾压了其他的考生 可其中也有看不惯男主的人 趁着休息时间 他竟然打算偷袭男主 毕竟男主如今的赏金足足有50万美元 然而他的偷袭却被一个哲学家拦住 还没等男主说出谢谢 对方就表示自己是在保护心爱之人 随后他轻轻拿下男主随便的米饭 紧接着一边说着变态的话 一边把米饭吃进嘴里 就算男主用枪指着变态 他也说自己的心早已被男主射穿 而六妹也认识这个人 黄毛名为月夜 出了名的无论男女老幼 只要看上就会死缠烂打的特务界花花公子 六妹见状立即就有了危机 没想到寄粉毛之后 第二个跟他抢老公的人 居然是一个男人 而月夜这边还没停下来 他拿起手机不断偷拍男主 手机上的挂件更加离谱 居然是他专门去男主执行任务的圣灵 偷偷收集掉落的头发和衣服碎片而做成了 第二场考试是水中逃脱 这对于男主来说十分简单 可他却惊讶地发现 那个变态居然比他更早出来 接下来的第三场考试是捉迷草 作为一个优秀的客户 必须拥有强大的隐蔽能力 哪怕被敌人发现 也得有足够的身法躲避攻击 第四场考试是拆除炸弹 万一捡错了现在是真的会炸 男主这边好不容易成功拆除 结果生前的月夜早就把炸弹全部解体 似乎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紧接着是第五场比试 只要答错任何一题 结局只能是挂在天花板之上 相比于勉强作答的男主 月夜已经完成了考卷 甚至还把答案给男主看 而执照考试也终于结束了 但这些合格的考生 怎么也没想到 领取执照的时候 广播居然说为了保密 这个考场将在三秒后开始暴露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们身处的场地就开始解体 男主见状也只能不断往前冲去 期间还有无数的陷阱满路 不想就在这时 之前偷袭男主的混混 竟再次偷袭 眼看马上就要失去资格 月夜居然舍身救下男主 果然不愧是真爱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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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瀉得死亡 僕の手を離すんだ 嫌だ 諦めない 俺が好きなら 黙って見届けろ なるほど 受験番号951番 朝の太陽 合格だ 没想到月夜的真实身份 居然是白银级特务 而且还是这期考试的考官 原来协会比起技术和能力这种基础 更加注重的是传统女性爱 也就是说持证特务的人格 每一个考生的身边其实都跟着一个考官 之前偷袭男主的混混就属于不及格那样 而男主的表现成功地获得月夜的肯定 这是男主才明白 对方说的喜欢不过是演戏而已 然而还没等男主高兴两分半 月夜就表示喜欢这件事是真的 最后男主回到了夜银家 众人也给他庆祝考试合格 不曾想兄一郎这时从天花板上掉落 原来一直以来 他都在这个家的各个角落 偷偷制作密室案的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六美 众人都对这个魅控十分服气 唯独二任姐发现了不对劲 他立即擒住兄一郎 从他身上掉落的 是各种各样制作声音的道具 没想到这些年来偷偷下二任的元凶 居然就是兄一郎 男主意外发现了老婆的爱好 没想到堂堂夜银家家主 居然喜欢扭蛋机 然而接下来的离谱一幕 却让他愣了 两人又来到了奶茶店 本以为这次总该是正常的约会 结果对方点了奶茶又让他惊呆了 给我来一杯铁珍珠奶茶 然后他看见的 是装满子弹的奶茶杯 原来今天是夜银家一月一度的购物 当然间谍家族的采购并不简单 他们所在的商场 经手各种特务 欺诈师 杀手 适合地下社会人士的商品这里都有 男主小时候也经常和家人一起来 从这点来看男主的家人或许并不简单 另一边的寺院 则是采购帮男主解析记忆媒体的材料 而新三哥也和他在一起 只不过他的选择困难正范了 不知道要哪一把枪械才好 二任则是去做马杀机享受 他和济师的对话是这样 你的骨头好坚硬啊 这个月解决了多少人了 不多不多 才五百个左右吧 欺诈这边去了药店采购毒药 一旁的闲武买了修复脸部损伤的面膜 回到男主这 他取回了洗衣店的衣服 当然这同样是黑暗世界的店面 帮忙洗去了血迹 以及对衣服做了防弹加工厨楼 就在他准备找六美会合时 一个小女孩却在商场走丢了 原来女孩与父亲走散 刚才一群黑衣人将他带到了下落 听到这个词六美立即严肃起来 原来这座商场有没标识出的地下楼层 是网络地面无法经手的商品飞饰 人称地下一层永望城 六美知道这里的人不敢对夜莺家主扑手 于是堂而皇之地带着女孩过来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被邪魄的女孩父亲 见状男主立即出手就吓对方 不料闹出来的动静却引来了一群混合 原来他们确实不敢对六美出手 但有着五十万美金赏金的男主他们不怕 二人とも買い物は済んだな よ、夜桜京一郎 糟糞的男子和北越山的男女还民 酷的男子和国大学 赛此与不要脸 也比赦多虎和国大学 这数人都相当不脱却 整个勇望城都沉了下去 这就是夜莺家全员出行的日常 男主心里也直呼离 隔天 男主发现了恐怖的音 自己的书包里竟然藏着一个老头 在男主呆滞的目光下 老头缓缓地从书包爬出来 嘴上还说着夜莺家的亲属认证居然变更了 没办法只好躲进你的书包回来 没想到老头竟是六美的外公夜莺万 他竟然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孙女血 而且还拿出了礼金尖灵用钱 当然万老头的目的不仅如此 还抓起男主就要带他去快活 一看就是个不正经的老头 这时兄弟郎出现控住了他 原本在国外出任务的他一听到外公越狱的消息 立马就赶回了夜莺家 男主听到越狱这个词也十分惊讶 直到外公解释 他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在监狱执行任务 在里面接触各种重刑犯搜集情报 外公让兄弟郎就放任他在外面五年一天 不曾想兄弟郎直接拒绝了他 因为他知道外公每次出去嗨评 无论任何情报都会给小姐姐吹嘘 最后外公还是把男主带走了 不过哥利亚却捡起了一张照片 六美看着照片想起了什么 而兄弟郎则是联系男子 外公有着数十年收集而来的庞大情报 觊觎这份情报的人多如繁星 他让男主好好的看着他 然而此刻的男主 已经被外公带到了会员制的酒吧 身边还有好几个小姐姐配酒 刚才说的机密情报 他稍微喝了点就开始吹嘘出来了 一只 Cover 9 紫囧 quindi走得呃的 also 9 紫囧 自由 理论 skinny 香还是老的辣 男主拿外公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也好奇地问起对方为什么越语 为了见我的话等任务结束也可以啊 但外公却表示非得今天不可 他称男主太年轻了现在还不懂 随后他点了一瓶外婆曾经最喜欢的酒 看到这个男主也猜到了什么 老头喝着酒不断地说起外婆的事情 直到这时 男主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 都是入坠叶英家的女婿 曾经就是外婆拯救了他自暴自弃的人生 他提醒男主要珍惜当下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男主文言没有立即回答什么 而是先给外公倒了一杯酒 睦美は俺を これ以上ないほど幸せにしてくれました 後悔することは一つもありません 睦美にもそう思ってもらえるよう 全力で頑張る 俺にできることはそれくらいです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どうせこの道路だと思ったよ 無理に抜いたり壊したりすると爆発する手錶だ 嫁の手を吹っ飛ばしたくなきゃ おとなしくすることだね き、きこ 刚才万老头说的都让男主以为外婆去舍 没想到他是为了结婚纪念日才专门月日出来 而外婆正是六美通知过来的 他也是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才想起这件事 男主是从光学资料求纳获取了第一条线索 寺院姐将其分析得知了里面的机密内容 里面居然是上一代叶英家的婚宴名单 而他们正是女主的父母 问题就在于这份名单里面 竟有着男主父母的名字 没想到叶英家和男主一家 他们在上一代就有过联系 再加上特工黑炎曾经说过的话 更加确认了那场车祸并非意外 好在男主对这个结果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相比于他的淡定 一旁的六美整个大脑直接当机了 原来六美看见这些资料之后 就明白这一定是和叶英家扯上关系的原因 好在男主并没有武断地迁怒叶英家 在他看来这点情报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 相比以前的事情 他内心摆在第一位的是六美 父母死亡后那段时间若是没有六美在身旁 他或许早就已经想不开了 男主紧紧握住六美的手让对方别多想 一旁的寺院大姐吃了一大口狗粮 但话虽如此 男主本身还是想查清楚真相 同时他也拜托叶英家的大家帮忙 而寺院也早已将男主视为亲人 更是责怪男主说的话太过于见外 殊不知就是因为他的帮助 也查出了某个组织针对叶英家的阴谋 在得知男主父母与叶英家有所联系之后 寺院也联想到下一步的线索如何寻找 那便是寻找地下社会的情报机构固人图书馆 那里收集了大量一部间谍的资料 但这个地方十分危险 因为是私人组织的原部 那里的图书管理员非常讨厌声音 还怎么也没想到 间谍专用的图书馆竟如此诡异 只要在这里发出任何声音 白银级间谍的管理员便会立刻出手杀人 不小心咳了一下银子 和尚书本声音大了点样子 更离谱的是 长得丑一点的也同样要死 比打喷嚏要大的声音都被他视作侵扰死者 男主刚踏入这里的时候 就见到了一个不知道规则的二户被处决 这一幕把男主都快吓傻了 更麻烦的是 管理员会无声无息地在管内巡逻 其本身的实力也达到了白银间谍的水准 唯一安全的方法只有不发出声音 这之后男主看见了无数死 他自己更是差点弄出巨大声响眼泪所有人 好在习惯一切之后也算有惊无险 寻找两小时半后 男主沮丧地发现这里也没有任何有用的现象 但突然他发现面前书架分类是普通人类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拉开了角落的书架 映入眼帘的好巧不巧就是父亲的名字 昭夜日出 制药公司的普通员工 6月6日连人带车摔落悬崖 享年39岁 事故原因为意外 没想到这条线索也发现 里面的内容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但就在这时 男主意外发现书籍上有一个小小的圆孔 似乎就是之前的光学资料球的插入口 于是他将其放到圆孔之上 下一秒 书本上竟出现了隐藏的资料 昭夜一家伺古 已经由蒲公英之手完成处决 资料上方的圆形标记 正是这个不明组织的标志 这些不明织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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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寺院节的指示下 男主将这个图书馆断电 现在他有20秒的时间逃出图书馆 然而图书管理员却比他更快 哪怕在无比漆黑的环境里 管理员也能靠着敏锐的听力知道男主所在 这是寺院节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下一秒 管理员向男主发起立杀一击 就在危急时刻六没想到了什么 他让对方赶紧拿下耳机 对此男主毫无保留的信任六没 原来正因为听力敏感 所以管理员完全受不了乍卖的声音 男主也因此逃过必死的命运 回到叶英家之后 兄弟郎大哥也得知了蒲公英的事情 在给男主解释的同时 他也拿对方做拷问实验 腿上的无数铁块 是七二专门制作的超重合金 虽说身体上无比难受 但兄弟郎接下来所说的话 却让男主暂时忽视了铁块 没想到那个神秘组织蒲公英 不仅是杀害男主父母的元凶 就连杀掉六没母亲的人也是他 关于这个组织 叶英家的所有情道网 都无法查出其狐狸尾巴 唯一知道的是蒲公英 现在的目标是六名 而且其组织内部成员非常强大 其标志就是身上有着蒲公英的刺青 不过也正因男主这次的发现 兄弟郎已经知道如何寻找下一条线索 他将男主父亲的身份作为参考 将调查范围缩小至当年的整个医疗业绩 这也让他意外发现了诡异的数据 当年男主家发生意外之后的前后一个月里 一共有15个医事人员意外死亡 而将这些人的共同点联系起来好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 皮下医院的院长皮下珍 隔天男主便来到了皮下医院 他穿上了嫌武特制的假皮肤 现在的身份是75岁的慢性病老头 而六妹也同样做了变状 他已照顾男主的妻子身份同情 很快他们就见到了医生皮下珍 他给男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话语间也似乎是个十分专业的医生 他感叹男主这个年纪都没什么缺牙 对此还专门说了几句 好在男主将其忽悠过去 这才没被对方发现身份 之后他便以老头的身份入院治疗 此刻男主的脑海全都是如何寻找线索 这时六妹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似乎完全融入了老夫老妻这个角色 对此还十分开心 在六妹看来 要是以后可以迎来这么和平的晚年 或许也是十分不错的人生 听到这些话 男主也不禁有了些许向往 两个人相亲相爱的一起变老 若是有一方要先离去 男主希望那个人是自己 到了晚上 皮下珍也从医院离开 男主也将一切看在眼里 他趁着这个机会潜入了院长室 随后成功地打开了对方电脑 乍看之下的普通电脑 却有着许多奇怪的空白文件夹 而且每一层都需要密码和指纹认证 他利用寺院解的分析程序破底之后 发现了一系列事件真相的冰山一角 银花计划 上面的内容全都关于叶英家 他们每一代都生出了优秀人才 是间谍社会的名门贵族 资料指出叶英家在生物学上的构造 叶英家家族的血液含有一种特殊物质 会增强细胞的分裂速度与分裂极限 这就是叶英家一族强大的真正原因 而蒲公英也盯上了这一点 只因这个特殊物质被其他人摄取以后 也会出现同样的效果 所以叶英家家主的血液 也被视为极为强力的兴奋剂 男主看到这已经十分震惊 但接下来的内容让他更加惊讶 蒲公英近年来都智力研究叶英家的血液 但无论任何方法都无法生产那种特殊物质 而唯一的制作方法 那便是获取叶英六美的心脏 六美的母亲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目的而被冰上 男主的面具被划破 原来对方在检查牙齿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对劲 专门留下电脑就是为了诱出男主 男主也从对方的脖子之下 发现了独属于蒲公英组织的标记 皮下真死死地压制住男主 下一秒 他直接把小刀刺入男主身体 好在胸衣狼为了好玩 在男主出任务时给他塞了个负重合金 男主也趁对方愣神之际反击 可电机枪明明已经击中 却对皮下真没有任何效果 在按下一个按钮之后 一阵白光闪过 等男主反应过来的时候 对方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 电脑也被他拿走 但好在男主刚才已经将一部分资料备份 他一觉睡醒竟发现自己身处太平洋中央 原来是胸衣狼趁他睡觉将他掳走 嘴上说着和男主出来钓鱼增进感情 背地里却把男主行踪说了出去 结果就是钓鱼钓起了个杀手 一上来就是一顿机枪连射 但这也还好 一个人男主还能轻松应付 可没想到下一秒 就出现了成堆的赏金猎人 他们的目标都是抓拿男主 而胸衣狼则是在一旁看醒 在他看来男主已经拿到了特务执照 电影家的兄弟都是在小学生年纪 就已经是青铜级或白银级 这种程度不过是小科 男主这边也没让他失望 他已经解决全部杀手 但重头戏还在后头 一枚鱼雷直接把整艘船都炸开 好在众人及时跳船逃生 等男主看见一旁鱼雷的碎片 才明白这是遭遇了蒲公英组织的袭击 原来胸衣狼故意放出消息的目的 除了为了训练男主之外 还有着吸引蒲公英出手的意思 下一秒 胸衣狼便直接把男主丢飞 而降落的位置正好就是第二枚鱼雷所在 耳机里传来了胸衣狼的声音 若是无法拆除第二枚鱼雷 20秒钟之后就会击中他们这边 虽然自己肯定可以平安无事 但其他人一定会尸骨无尊吧 听到这个 男主立马开始了离谱的徒手拆鱼雷 接受叶英家的教导时 男主也专门学过这个 他先是爬上中间的控制室 紧接着掏出万用刀拆开甲板 再通过叶英克制手机屏蔽信号 防水层则是需要用钮的形式拿开 最后只要拿出里面的特定装置 便能使其失去动物 其实这次的训练 都是为了让男主能更好地对付不公一 他们已经查到了对方的其中一个基地 一个位于市中心的酒店 于是男主伪装成酒店员工潜入了这 他本打算简单粗暴地从电梯上去 不曾想这个电梯居然还有人脸识别功能 还一下子就将他打了出来 既然从里面行不通 男主准备从外面爬上去 手上的猫爪道具是新三特制庇护手套 可倒霉的是爬到40楼的时候 里面的老头居然和情人缠了起来 这碎掉的玻璃直接把他丢飞出去 皮下针果然在这里 可一台直升机却突然出现在外面 更离谱的是 壮汉居然把高强度玻璃捕手打翻 并将其丢向男主方向 趁着他被分散了注意力 壮汉瞬间接近男主一拳挥出 哪怕男主及时格导 也被壮汉的距离击飞 同时皮下针已经爬上了直升机 而壮汉则是留下解决男主 更糟糕的是 壮汉为了速战速决 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小袋子 里面的正是蒲公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叶因 只要将他注入身体 就能获得超人般的身体能力 此刻壮汉本就壮硕的身体再次膨胀 身上的气势也同时发生改变 什么啊 这些 这些程度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只是与一个老人擦肩而过 却差点就这样丢了小命 在老人离开两秒半后 男主的身体渗出无数血迹 随后便在星三面前晕倒过去 最开始男主被别人压制 关键时候就是星三出手就吓了他 然而这一击却无法解决壮汉 在服用过夜鹰兴奋剂后 他已经变成了怪物般的存在 哪怕是子弹也无法伤害到他的肉体 星三健壮直接拎起男主丢下楼 放在衣领处的小装置则是简易降落死 可事情还是超出了星三预料 虽说对方只是服用兴奋剂的冒牌货 但他却在牙齿位置安装了炸弹开关 一旦启动整座酒店都会被炸飞 这也让星三一时间只能被动挨打 可壮汉怎么也想不到 星三现在并不是盲目挨打 他只是在等男主 原来男主刚才也知道了炸弹的消息 于是立马装作恐怖分子赶跑客人 星三曾经教导过 无论任何任务都要将人命救助排在第一位 为了救人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是两人之间的默契 即便不用交流 星三也知道男主一定会这么做 两分半后 酒店的人员都撤离得差不多了 这也是星三开始反击的时刻 他打算一口气解决战斗 此刻 星三拿出了他的专属武器 壮汉被洛雷直接秒杀 直升机里的皮下针也得知了这件事 不过他已经取得了所需的数据 结论是冒牌货终究是冒牌货 而接下来就由真正的夜莺出场了 男主没注意到 老人手上戴着夜莺家的戒指 这时男主还没什么意味 等星三找到男主 就突然看到诡异的阴影 男主全身冒出血液 然后静止的晕倒在地 这副模样已经离死不远了 好在星三也在现场 他及时给对方做了急救措施 这才保住男主的命 虽然过了危险期 但因为内脏十几处都有枪伤 短时间内他是暂时无法醒来的 之后星三找上了兄弟郎 他详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男主在他面前突然全身出血 而且他身上的还是枪伤 明明任何消音器或者狙击声 星三都能听见 但别说是杀气了 他甚至没发现周边有人的气息 伤口就像是之前受到的攻击 然后延迟了两秒半才爆发出来 按理说这种夸张的技术不可能犯了 但唯独那个人例外 而这个人也是夜莺家兄弟姐妹都知道的人 没等他们继续说下去 夜莺家的警报突然响起 这个警报所代表了 是同时有一千人入侵 原来蒲公英发起了对夜莺家的总攻 男主的伤势也是皮下真的阴谋 因为每次夜莺家有家人受伤 兄弟姐妹们都会全体集合在宅底 蒲公英打算借此机会 把整个夜莺家一网打尽 最先是一拥而上的杂鱼 他们每一个全都服用了夜莺兴奋剂 而拦在他们面前的 是夜莺家的看门犬哥利亚 巨大化的哥利亚非常强 杂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蒲公英的队长却表示这只是看门犬 现在登场的才是真正的怪物 行くよ 队长吩咐两个部队缠住其他兄弟姐妹 而其他人则是突进屋内 他们的目的最终还是六名 但夜莺家的门前却有着怪物中的怪物 凶一郎甚至不用动手 所有人都无法靠近宅底分好 而小队长也在此刻参战 他的手臂诡异地膨胀起来 只是一拳 便直接把巨大化的哥利亚打晕 同时推着他不断向前 而这招果然有效 凶一郎为了哥利亚的性命解开了钢丝 在小队长看来 最强的夜莺家最大的弱点就是亲戚 此时凶一郎还十分淡定 只一冒牌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事情却远超他的预料 神秘老人竟启动了夜莺家的东连戏 这是只有家主戒指才拥有的权限 这次袭击夜莺家的幕后之人 居然是自己的岳父夜莺 然而最离谱的还是他的袭击理由 岳父做这一切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想让男主变得更强 好家伙 为你好所以要派人杀了你是吧 就在不久前 夜莺百利用上代家主戒指 启动了冬眠系统 所有人都无法从外面进入 现在宅邸里面只有六美和男主 以及袭击而来的杀手老大 岳父甚至专门断开了宫殿 这也让所有急救设备都停止工作 再这么下去的话 重伤的男主只能这样死去 直到六美看到一旁和母亲的合照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夜莺家的血液 小时候母亲曾经说过 夜莺家主的血液有着极其特别的力量 母亲主妇一定要用在 值得托付的重要之人 想到男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六美毫不犹豫地抽出血液输送给男主 可血液没有起效就算了 反而还让男主的体温不断下降 这时潜入的杀手头子也找到了六美 眼看六美马上陷入威胁 千钧一发之际 男主居然从昏迷中醒来 男主居然从昏迷中 杀手头子也看出了什么 他自己就是注入了模仿而来的夜莺兴奋剂 相比蒲公英组织的冒牌货 男主身上拥有真正的夜莺之血 他也发现身体变得无比轻敏 敌人的动作在他眼中更是不温流一样的 甚至连看都不用看就能猜到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可好景不长 正当男主以为能赢下战斗时 夜莺血液的副作用席卷而来 杀手头子见状也明白了什么 哪怕是蒲公英的冒牌兴奋剂 其副作用也足以让大部分人丧命 更别说男主身上的是真正的夜莺之血 好在六美从背后抱住男主 六美表示要死的话 他会一起结伴去 这样也不会让蒲公英得到自己的心脏 而男主又怎么舍得让老婆死去 一时间身体内的血液平静下来 男主再次激活了身体的力量 女主以为能不能 하게的 �更需要威力 他在谦谴积同店位于此 男主 grace 男主更何的 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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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 另一边 匈一郎对上了自己的父亲叶英白 他想要从对方手上 取回第九代家主戒指 然而即便策划袭击了自家人 但叶英白的语气 却还是平淡屋 就像是做了件普通至极的事情 甚至还夸赞自己的孩子们进步 匈一郎也明白父亲的尿性 父亲对家人有着极其扭曲的亲戚 他一下子就猜出这一切的目的 那就是让男主变得更强 故意制造濒临死亡的致命伤 为了分散兄弟姐妹而与蒲公英合作 启动冬眠之后还特意断开了宫殿 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六美逼到绝物 从而不得不笃一把 叶英家的血液与男主的契合 算计了叶英家和蒲公英 叶英白也只是淡淡表示 他希望男主能成为能保护可爱女的强大女婿 目的达成之后转身变向你去 但匈一郎又怎么会就这样放他走 这时寺院姐也恢复了宅底空性 得知男主他们没事之后 他让六美暂时不要解除冬眠 此刻他们要进行庭院垃圾的大扫除 叶英家兄弟姐妹也使出了真本事 先是寺院查出了人员分布 随后让嫌五化身六美模样吸引敌人 以最短的路线把所有敌人集中在一起 等来到契恶这里之后 敌人还以为已经胜券在亡 殊不知他们只是掉进了陷阱之中 契恶注入药剂使出大招 一下子就将附近所有人击飞 同时星三也操作早已准备好的垃圾袋 这是叶英家专用的大扫除垃圾袋 这次直接装进了一千人再忍 随后便是二刃姐登场 兄弟郎自始至终的目的都只是戒指 而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叶英百离去之后 宅邸的冬眠也解除了 当星三见到男主没事之后 立马就自责地抱住男主痛哭道歉 表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兄弟郎也来到了这边 不过男主这事已经抱走了 虽然他成功熬过了死亡 但还无法适应叶英血液的过度过滑 这也是兄弟姐妹从小都会经历的事情 只见兄弟郎用丝线控制住男主 紧接着把一个头戴式耳机戴在男主头上 他明白抱走的时候 只能听得见亲近之人的声音 于是他让六美现场唱一首歌 但是这个举动却让其余兄弟们无比害怕 因为六美是个超级恐怖的鹰吃 经历过蒲公英袭记一战后 男主获得了叶英家的开花能力 可后续的副作用也不断折磨着他 对此七二还专门找来了缓解血脉疲劳的事物 可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里面记载的全都是致命的黑暗料理 这时男主也来到了厨房 虽然身体副作用还在 但他还是想尽早回归学校生活 六美见状也十分担心 因为蒲公英的缘故 他要暂时待在宅底 于是他拜托七二和男主一起去学校 别看七二这么高大 他可是名副其实的高中生 然而男主却没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直到看见七二注入药剂慢慢变小 男主见状都惊呆了 没想到七二的真身居然是个可爱小正态 他才明白这才是七二真正的门娘 上学路上两人聊了起来 没想到七二是男主同一个学校的学姐 他的能力是免疫 可以适应各种鼓舞也能强化肉体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也很难控制 所以平常他都会不宜让身体处于略微失控的状态 这副模样反而更适合日常生活 而上学的时候 他都会用自己开发的消肿药恢恢复原状 但这副样子也十分容易露出破绽 所以七二长期都以养病为由请假 也因此在校门口的时候 同班同学们见到七二都十分意外 还以为七二的病有了好准 表示这段时间都有给他留下学习笔记 看样子关系似乎很不错 另一边 六美正按照食谱做菜 不过这防毒面具是认真的吗 很快到了中午时间 男主忽然接到了七二的电话 表示让他赶紧来找自己一下 等男主来到生物教室 才惊恐地发现七二的背部完全失控 见状男主连忙按照对方指示 把缓解变异的药剂给七二注入 两秒半后药剂成功生效 可这是一个女生却走了进来 看样子还是熟人 他见七二不舒服主动走了过去 掀起刘海就是一个贴贴量体温 原本七二也没发烧的 不过这亲密的肌肤接触 直接让七二害羞的体温直线上升 女孩见是发烧了 让七二赶紧去医务室就直接离开了 这个过程男主被完全忽略 直到七二解释 男主才知道林音是生物部的部长 也是七二的同班同学 解释的同时 他也从一个机关处拿出一堆胶囊 随后像吃零食一样往嘴里塞 但与往常不同 这次就连药物也无法抑制变异 七二立即默念着什么 表示只要冷静下来就能好点 而默念的东西则是自己的DNA核酸序列 所有的生物都有独特的序列 动物有动物的 人类也有人类的 也只有默念DNA序列的时候 七二才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类 但是最近一遍经常发生 或许已经到达了极限了吧 他拿出了另一个标志着七个针孔 这是稳定化的疫苗 只要注射这个药剂身心 就会长久稳定下来 但这样做也有着代价 那就是再也不能恢复原本的正常身体 也代表着没办法继续正常的上学 七二表示本来就是因为任性才能上学的 自己恢复不了也没事 然而男主却看穿了七二的故作坚强 他知道对方在学校还有着牵挂 于是男主摁下了药剂盒子 在他心里七二已经是自己的亲笔 叶鹰家的大家也帮助了自己很多 所以这次换他来帮助对方 男主抓紧七二的手 表示要守护七二的校园生活 另一边 林音来到了生物教室 可他脖子上的蛇却爬到地上 而且还吞下了七二不小心掉地上的药物 一时间宠物蛇变得巨大无比 这时的男主两人正在学校楼顶 他按照粉毛女不教的针灸刺激学道 让七二暂时能稳定心神 不想救在这时 生物教师的蛇和蜥蜴却出现在这里 下一秒惨叫传来 直到男主赶到教室才发现动物都跑了出来 男主主动留在这里抓住逃跑的动物 七二和林音则是来到了波炉市 他们还拿着宠物蛇最喜欢的食物吸引对方 不曾想宠物蛇的目标却是两人 好在七二及时扑倒才躲开了攻击 他也明白宠物蛇已经没了理智 让他恢复的唯一解药只有自己的身体 这是七恶的身影已经消失 原来是男主及时出现把他带到天台 他刚才为了抓到逃走的动物也一脸狼狈 两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而七恶的身体却再次恶化 刚才为宠物蛇缓解变异法让他自己失控了 但七恶却说正好可以放弃 他拿出了稳定要紧 打算就此放弃自己的这副正常身体 好看 もう制御もできな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 七恶 七恶 寄せ 普通じゃない僕の普通の振りした学校生活はおしまいだ 兄ちゃん 大丈夫だぞ 七恶 ゆっくり息をするんだ 兄ちゃん ほら こういう時用のおまじないがあったろ AとかCとかってやつ 行ってごらん あっ エッ リッ ジ 本以为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可灵鹰却突然出现在一旁 这可把两人吓得不轻 没想到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在天台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她看在眼里 然而灵鹰却是个天然呆 她居然把欺恶发生的一变归为了动物的一种变换形态 虽然两人也有点懵圈 但也刚好以此忽悠了过去 灵鹰这时也终于注意到男主的存在 还把她拖去加入生物研究社团 两人回家后惊恐发现家里的人全被赌倒 没想到是六美做的恢复参惹的锅 就连最强的胸一郎都没能熬过副作用 这可把六美打击得不轻 觉醒夜鹰血液后实力尽如此之强 每当眼睛变成樱花色之时 她的身体能力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激活血脉的男主 更是能与星三大哥过上几招 星三也教导她 夜鹰之血容易集中在眼睛和手 若是将力量集中于躯干或无感的话 则会变得更加强大 她现场就给男主实际演示 只是瞬间 星三的木刀如同狂风咒语般醒来 速度之快让男主根本无法全部躲开 最终被轻易打飞木剑 这时大舅子也发话了 在她看来血的力量 只不过是夜鹰家强大的原因之一 重点是为了什么而发挥力量 别看这个魅空现在优雅喝茶还顺便知道 不久后她就会因为男主和六美婚女暴走 只能说匈医郎刚才所说的没错 这时星三让男主继续训练 并且拿出了一个训练清淡 俘卧称仰卧起坐下蹲个100次 还有10公里长跑 完成之后就能成为一群超人 星三本想和匈医郎一起训练男主 结果对方却收到了协会发来的海外任务委博 不过魅空匈医郎很快就要一忙 因为六美这事找了过来 无视了眼前的魅空大哥直奔老公内脸 原来六美刚才在永望城抽奖得到了一张温泉卷 无限地域温泉两天一夜住宿卷 晚上六美给男主说明 这个温泉是地下社会专用的独家圣地 他们采用完全的会员制 可以说是一卷难求 而一旁的匈医郎已经开始自病 因为兄弟姐妹明天都有口 唯独他明天需要出国任务 为了和六美一起去 匈医郎差点要把任务抛之脑后了 结果还是二刃打醒了他 最终匈医郎只能打滚撒娇 还得是六美出面安慰才消停点 没出两秒半他又回来了 还告诫男主要是赶和六美婚女 我就会回来把你大谢八块 隔天兄弟姐妹一行人 坐上夜英家专属坐驾出发温泉 不过星三十分怀疑有没有走错路 因为寺院规划的路线 全是无人区的山路 七二也被斗坡弄脱了 而吐出来的全是体内合成的有机胶囊样 好家伙 这不愧是夜英家十分合理 之后小车静止开到了悬崖掉进湖里 不过夜英家的坐驾可是水路两用的 哪怕是深海也能正常前进 两小时半后 众人抵达了温泉旅馆所在 这个地方就算地图都没有标准 进入旅馆之后 男主就发现这里的人全都凶神恶煞 二人大姐表示这座旅馆禁止战斗或杀人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六美也说这里和普通旅馆差不多 但当男主见到一个慈祥的老太太 身后卖的全都是长枪短炮 他也不知道该从何吐槽这个普通旅馆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夜英家也不免遇上曾经的仇家 这是星三记起对方的身份 是匈医郎大哥以前摧毁的邪恶组织老大 他们看见夜英家准备掏枪出手 见状男主也下意识冲了上去准备阻止 关键时候 一个罗莉老板出现在两人中央 胡子南看到他的那一刻 立即就放弃了动手的打算 罗莉的身份似乎并不简单 而且和夜英家一行人认识 原来他就是这个温泉旅馆的老板严魔 告别罗莉老板后 嫌五星三立即飞奔向房间 欺恶解释争夺窗边座位 是兄弟姐妹间的默契 说完他就走到星三那边 这么可爱难道不是犯规吗 男主看见这一幕 也想起了以前和家人一起旅游时 他过去的弟弟也很喜欢坐在窗边 这样的话直接让其他三兄弟破坊 顾着把窗边位置让给男主 而来到温泉旅馆当然少不了看点付费节目 星三见状立马捂住欺恶眼睛 二人看着妹妹的模样 询问六妹是否要和男主说那件事 似乎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二人告诉他不用担心 要是男主的话一定能够接受 另一边 男主一行人去了地狱桑马 这里曾经是拷问囚犯的地方改建的 几个男人打赌谁坚持到最后 谁就能获得水滚牛奶 欺恶真是想起了什么 直接转变成耐热性更强大的肉身 结果就是他获得了打赌圣 而寺院开始抓娃娃 一钩子直接抓起十几只 果然不愧是游戏高手 星三的娱乐也不简单 直接拿出芭蕾特打娃娃 晚餐时间 众人聚在一起享受丰盛晚饭 这是白天的胡子男友来找茬了 不过在这个旅馆他也不敢造次 然而他一个不小心 把手上的啤酒全洒到二人头上 这直接下带了其他兄弟姐妹 因为二人只要接触到酒 就会暴走发酒疯 还会无差别的攻击周围任何人 寺院连忙让男主带走六妹 其他由他们解决 男主直呼服气 明明是来度假结果却有够累 这时六妹表示 她的房间外有露天温泉 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六妹居然主动邀请自己一起泡温泉 另一边 大舅子为了回来找六妹 光复完成了海外的任务 此刻已经来到了旅馆 男主还不知道死期将至 对于六妹的邀请她十分害羞 但六妹这边却觉得没什么 毕竟他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男主转移了话题 这次的旅行 大家一起吵闹一起休息 所谓家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这时六妹表示有话要对男主说 他禁止站起了身 并入男主眼帘了 是六妹心脏附近的一个巨大伤疤 原来六妹小时候曾经被蒲公英抓到 差点就被取出了心脏 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心脏制造夜阴之血的验典 而六妹要说的事情是关于他的父亲 男主获得夜阴之血的一系列事件 其实都是父亲专门算计好的计划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男主变强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连六妹都不清楚详细原因 在蒲公英一战之前 他甚至以为父亲早就已经去世了 六妹对父亲最后的记忆 就是在一片火海中 父亲对他说一定会救出母亲 男主文言没多问什么 只是搂住了六妹的肩膀 然后表示一起去找六妹的父亲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什么要避而不见 等当面重逢之时 或许就会得到答案 更何况他还没有女婿的身份 向老丈人打过招 这些话深深感动了六妹 二人的九爷醒了 为了保住男主 他召集了旅馆的人和最强的兄弟郎 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枕头大战 寺院连续熬夜一周搜集情报 意外发现蒲公英的成员 会定期通过各种途径 运送夜音兴奋剂 于是男主来到了 最为可疑的一列火车上 最开始他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出色地完成了 服务员身份的各种工作 比如帮老花言老头 找到房间之类的 又比如清洁车厢卫生 但最离谱的 还是在列车顶一路的小男孩 搞定一切后 男主也非常头疼 距离之前答应六妹 寻找老丈人已经过了几周 但对方的资料 就是一片空白 根本无从下手 而这趟列车上 不管客人还是乘务员 他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 唯一知道的就是列车 是蒲公英走私路线之一 没等男主继续多想 一阵颠簸 把他的电击枪给抖飞了 这可把男主吓得不轻 只因星三大哥 才刚帮他调整好武器 以他的性格 要是知道弄丢武器 那可是会丢了小命的大事 他本打算之后 用GPS回首 可接下来的一幕 又把他吓得不轻 眼前的白发女人 居然在跳车 费了好大劲 才拉起鸟 可没想到对方并非要跳车 刚才他见到男主的玩具 枪掉了下 情急之下伸出头去解 白警的举动 其实非常狠 可男主的注意力 都被其他客人吸引 他前往处理问题 发现客人投诉列车 没办法开窗 而且车上还有很多烟雾 让人十分不舒服 男主解释这是一辆蒸汽火车 可话音刚落 他就发现了不对 刚才他在车顶发现列车并没有烟雾 说明这辆车没有使用蒸汽机 那么车内的烟雾到底哪来的 他掏出手机点开夜音家专用栏 可以实时检测附近的毒性浓度 顺带一提 这东西还能检测出放屁的犯人 男主不断朝着浓度最高的车厢前进 最后来到了一开始的餐车上 毒气随着碎裂的车窗逐渐散去 餐车上所有人都逃走了 唯独两个人还平静地坐在这 而他们的身份正是皮下针 以及老丈人夜音白 无色无味地换绝毒气 能让吸入的人无法正确识别他人武官 其实在最开始两人就已经在男主身后的餐桌 另一边 寺院也通过视频得知这个事情 二人立刻丢下了手头的工作 准备去把男主救出来 而男主这边 蒲公英给他安排的劲敌也出现了 临走前夜音白也不忘提醒 虽然星三的教导很体贴 但教的都是初学者的持枪姿势 不过对于后座力小的电击枪来说也算是足够 等男主回过神准备反击 却被一根根白色头发控制住 原来白警是非常稀少的夜音100%完全适应者 哪怕是与真正的夜音血脉相比也不会差 而皮下真的目的 就是想要得到两位适应者的实战数据 为了这个他故意放出假情报 以数个研究设施为代价将男主引诱到这里 至于老丈人在这的原因 最主要是想见一见觉醒后的孙女学 达成目的两人就这样离开了 白警将他们的车厢断开 男主对此也毫无办法 他现在先要面对实力不明的白警 不必须要留意 不必须要留意 白锦的叶鹰兴奋剂大部分集中在头发 能让满头白发都化作她的武器 十年前她被蒲公英所就得到了这份力量 是叶鹰兴奋剂让本该死去的白锦红过新生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 她的身体100%发挥叶鹰只能再活十年 但对于原本就该死去的自己来说 蒲公英与救命恩人没有任何区别 白锦只是强烈希望能够活下去 在她看来兴奋剂就如同盛阳 这辆列车上的夜鹰 也总有一天会交到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而这场战斗的数据 也会更好地活用于图公英接下来的研究 那樱花色的眼睛能极大提高动态势力 哪怕是逆不透风的攻击 在男主看来也如同慢放一半 配合八重刀形态的电流刺激细胞 只是差内减就破开了别人最强的防御 可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在这场战斗中知道父母为何死去的根本原因 男主本打算利用电击让敌人昏厥 可白锦不仅能随心所欲地操控发丝 甚至头发还是不倒电的性质 其速度之快 让每一根发丝都如同白蛇咬下一板 就算是全力施展血脉的男主 也必须全神贯注应付每一次攻击 同时也在抵挡攻击的瞬息 男主竟发现白锦正通过头发向他传达暗号 他称只有男主那强化到极致的鹰之眼 能够勉强捕捉到这个速度的暗号 因为用线有暗号的话 恐怕会被监视战斗的皮下真发现 也只有这样才是说出真相的唯一办法 白锦请求男主仔细看清 他即将传达的 是关于男主父母的事 十年前的春天 白锦还是那正被病魔折磨的普通女孩 与如今的白色长发不同 治疗让他没有与同龄人的头发和日常 当时照顾他的护士正是男主的母亲 而男主父亲则是医疗公司的员工 两人一直支持着这个积极乐观的女孩 即将出院的生日当天 他们给女孩送上了一副太阳耳环 然而问题就在于 白锦当时的主治医生 是那个蒲公英组织的皮下真 不知情的父亲还专门感谢皮下真 感谢他愿意用心药进行临床治疗 殊不知所谓的心药叶婴 早已害死了无数的患者 最开始白锦什么都不知道 他本打算按照男主父母的嘱咐 以后要过正常女孩的生活 认真念书 交上一两个知心朋友 这是白锦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直到皮下真说出了一切 那天白锦看到了地狱 无数实验失败体安放在医院地下室 这数年间 皮下真差不多给一万人注射了叶婴兴奋剂 可几乎所有人都在一两年内失去性命 唯独白锦的病与叶婴兴奋剂的副作用 如同奇迹一般的互相抵消 皮下真解释自己不是什么邪恶组织的人 一切不过是为了拯救像白锦一样的人们 在他眼里 叶婴就是理想与努力的结晶 为了不留下多余的证据 皮下真把相关人物全部消除掉 称这些人的死都是必要的牺牲 你的性命也多亏他们才得到的 之后的日子 皮下真通过各种手段 将白锦这个唯一存活的个体留在身边 并以那头白色头发为特征 此后白锦成为了代号白蛇的蒲公英成员 此刻 白锦手中的耳环已经被改造过 里面装了监视他一举一动的GPS 也就是说 只要男主循着这对耳环追踪回去 就能找到基于六美的蒲公英组织 而这次的战斗也是白锦的最后一战 即便摆脱了病毒 叶茵副作用也只能拥有十年寿命 哪怕是生命的最后 他也被皮下针当成收集实验数据的道具使用 白锦说出的真相 也唤起了男主对父母的记忆 他们在男主看来就是一对老好人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即便父亲连游泳都不会 在其他人眼里 他们一直都是老好人的形象 从小男主听到父母这样做的原因 只有一句理所当然 他也很喜欢那有点老好人的家人 并以他们为荣 这是男主的理所当然 直到那场车祸带走了整个世界 独活下来的男主才明白 他没能保护好自己的理所当然 此刻 列车马上到达下一个车站 届时蒲公英的其他成员 也会驱走车上的叶茵 下一秒 男主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速度也比之前更进一步提升 皮下针观察到各种数据 体温上升能力增强反应速度加快 难道这就是叶茵血脉的真正力量吗 可老丈人叶茵百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称男主现在只是因情绪激动 导致体内叶茵之血暴走罢 真正叶茵的力量远远比着强大 而这份暴走也早已超出男主的可控范围 数分钟之后 叶茵血脉就会反噬他的身体导致死 男主强行挣脱了束缚 紧接着他用刀划破大腿 这是最原始的放血疗法 将过度活化的叶茵之血 连同血液一起排除 同时利用恢复力提升后的肉体治愈伤势 这是星三教导男主的应激措施 直到最后男主都没有向白景挥刀 这点在白景眼里 就和他父母一样是个老好人 更让白景没想到的是 这出戏演完之后 男主竟没有取走那副关键的耳环 他只是默默地说起了往事 小时候父母曾经说过 有个从来不埋怨疾病和治疗的坚强孩子 他的手机温暖又温柔 能抚慰周遭人们的心情 是个如同太阳一样的女孩子 只是蒲公英利用了想要活下去的人 父母的死并不是你的错 感谢你一直保存着双亲的遗物 也多亏了你 现在的自己可以保护家人了 眼睛男按照皮下真的指示 前来回收白景的遗品 对于已经用过的样本数据 当然是现场消除掉 一时间男主不断痛呼 千军一发之际 二刃姐终于赶到现场 他专门叫来了李 不仅为了救下男主 也为了夺走列车上的夜鹰 眼睛男本不打算硬拼 没想到收尔娘居然自行冲了出去 可没想到李居然站在原地 豪化无伤地接下了这友好的握手 眼睛男知道两人是肉搏型的战士 正面冲突并非良策 下一秒 他的头颅巨大化变得无比鬼 蒲公英组织的据点终于暴露 地点位于国境边的一个小岛上 夜鹰家这次准备全员出动 并且联合厨局和间谍工会共同作战 作战时间定在一周后 要在这次行动将蒲公英一锅端起 然而男主却对自己的实力焦虑起来 之前那一战看似胜利 实际上都是白景为了演戏故意放水 现在就没办法 我就是 外公这操作属实力不仅是他 金子外婆这次也一起来了 原来他们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事 于是专门越狱出来看看男主 并且外公这次要亲自给男主做训练 清理训练场杂草时 外公也不禁回忆起以前的事 曾经他和夜鹰百就是在这里一起训练 那家伙的理解速度以任何人都快速 而且说起来我们三人 都是入坠夜鹰家的女婿 如果她还在 或许我们会很合的来吧 男主惊讶地发现 这些射击方式 正是夜鹰百第一次对他用的技巧 当时男主被打中十几枪 身体居然没有察觉到枪伤 外公表示这是夜鹰家人人都会的技巧 通过夜鹰血脉发动后 更是如同超能力一般 能使得枪击和子弹拥有各种效果 其中夜鹰百就是最熟练这份技巧 男主要变强的第一步 就是适应这些子弹 话音刚落外公就开了一枪 但中枪的男主并没有大碍 把子弹威力减弱到最小 正是这个能力的其中一种效果 之后的几天内 男主一直在承受外公的子弹 直到他能在日常也维持鹰之眼为止 另一边 凶一郎找上了圣司警官和领 商讨着蒲公英那一战的事 突然领的右手绷带被丝线隔开 而里面居然是蒲公英组织的标记 可凶一郎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 原来领从小就是被蒲公英培养的实验体 逃出来后为了对抗仇人 才创建了雏局 不仅是李 雏局的大部分成员 原本都是蒲公英的实验品 十余年间林找到了许多据点 从里面拯救了很多同伴 但更多的事就出来不久 就被叶英副作用害死了 两人为七恶提供血液样本 说不定从中还能找到叶英的解药 与此同时 叶英家的各个成员 都在为大战做准备 嫌武去做了个全身护肤 甚至为了那一战的准备 不惜变成六美诱惑黑石老板 新三哥则是开始打造武器 原本父母离去后 这个武器的设计图就从未拿出来 但为了产平蒲公英 他不得不克服自己 二任姐这边找到了间谍工会 但不巧的是工会经级间谍都去执行任务 于是二任只好邀请哲学家越野 他为了心爱的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就这样过了几天 这段日子里男主一直在挨子弹 可不知道是做法还是视性问题 他的能力并没有多大的提升 于是外公决定见走偏锋换个方法 原来双眼觉醒的鹰之眼 才是叶鹰家真正的完全觉醒 他们将其称之为开花 只要叶鹰血脉强化到全身并达到极限 就能获得独属于自己的杀手锏 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会有各种效果的超能力 说着外公便展现了能力 他能增加骨骼与细胞的流动性 哪怕是物理上无法通过的缝隙 外公都能轻松通过 他将这个能力命名为抓不住的男人 若是这份能力应用到之前的强术中 能极大的提升子弹贯穿力 甚至轻松用手枪子弹打入地底之下 可男主万万没想到 开花能力的第一个训练 居然是和外公一起跳舞 外公说这是不明武 靠他身上分泌出来的气味 呼吸 心跳等等 让男主身体产生连锁性反应自行开花 男主本以为这种荒谬理论没有用 可外公却说开花已经到一半了 男主也是服了 感觉之前的子弹都白挨打了 而外公跳着跳着突然就朝男主开了一枪 六美箭撞即坏了 好在刚才男主真的看清子弹轨道 随后用八重刀形态偏离了子弹 原来六美刚才一直带着这个透明薄膜 即便男主没能挡住子弹也死不掉 为了给六美说脚 金子打开了一处六美从未来过的密道 只有家主的戒指可以开启这条路 挂着的是历代当家的肖像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家朴树回廊 很快两人来到最深处的房间夜莺之根 也是在这里 六美第一次听到夜莺蕾这个名字 那是夜莺家最古老的始祖 也是这一切的开始 男孩意外地发现 当他看见樱花的那一刻 双眼就会下意识地激活血脉 这是夜莺家的神木天鹰 据说这颗神木诞生于百年前的第一代夜莺 每个刚觉醒开花能力之人 在这颗樱花树前都会产生共鸣 每次夜莺家在重大行动的前面 一家人都会齐聚于此参加夜宴 而明天正是突袭蒲公英之日 夜莺家全员出动 不仅要摧毁那害人的夜莺兴奋剂 更是要在这次行动中 夺回夜莺家第九代家子 也就是六美亲生母亲的遗体 众人都在享受大战前那暂时的宁静 这次不仅有外公参战 还有那位哲学家月夜 见到多日未见的心爱之人 他一来就搂住男主小妖 还准备了对方最爱的鸡蛋料理 就差在正宫面前亲一口了 好在沙香及时出现阻止了这个变态 但话题也从男主着 突然转变成真问哪个蛋料理更好吃 外婆的高胖蛋卷 六美的玉子烧 沙香的蛋包饭 哲学家的厚蛋烧 面对众人必问哪种才是最好吃的 男主做出了成年人的选择全都要 不仅是夜莺家的赏英夜宴 敌对的蒲公英干部也都在聚餐 明天就是他们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播种之日 皮下真都开始与同僚提前庆祝 丝毫不知夜莺家的突袭就在明天 而夜宴还在继续 作为夜莺家的传统 每个人都要献上才艺表演 第一次参加的男主都惊呆了 那个寺院姐居然在台上唱起 某首魔法少女的主题曲 原来这是七恶最爱的歌 于是拜托寺院姐去唱 六美和外婆则是在后面协助伴奏 气氛显得无比欢快 随后星三大哥来了重金属表演 不仅是两人 每个人都在夜宴上表演了才艺 很快夜宴到了尾声 六美上台再次确认明天的任务目标 看着手上的小册子 男主都有种小学生春游的感觉 而这次的主要目标有三个 第一是摧毁蒲公英所持有的夜莺 并且逮捕干部皮下针 这是政府以及间谍协会的共同委托 第二则是解放实验体 救出被非法拘禁在蒲公英据点的原制 这是除菊的委托 毕竟除菊每一个成员 原本都是蒲公英逃出来的幸存者 最后的第三个目标 是解开夜莺摆各种迷惑行动的真相 而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比起干部皮下针 夜莺摆背后的那个女人 才是一切的温元 就在男主还在思考室 胸一郎的钢丝突然把他拉走 大舅子把男主带到一个墓碑前 似乎有话要单独跟男主说 原来这是上代当主的墓碑 可墓碑里却什么都没有 胸一郎开始自顾自的说道 自从母亲出世之后 夜莺兴奋剂的研究开始突飞猛进的进步 毫无疑问蒲公英组织持有着母亲的遗体 夜莺家当家的血肉和心脏 若是没有如此程度的研究材料 是不可能有这般进展的 而大舅子也说出了找上男主的墓碑 那就是在不被其他兄弟姐妹察觉的情况下 夺回母亲的遗体 让他回到夜莺家安宁 大舅子表示这是独属于两人的第四目标 听完这一切后 男主也很疑惑 为何将如此重要的事托付自己 然而胸一郎并没有直接解释 只是淡淡地表示这样做事 给任务上的搞血 隔天任务正式开始 夜莺家一行人已经来到了目标地点上空 寺院也通过黑客能力 读取到内部地图 敌人利用了死火山里的旧世代军事基地 皮下针位于风巢最底下的中枢部 与此同时蒲公英的雷达已经发现了底细 可他们并没有慌张 只因干部红花中的怪物赤锦已经守在门前 他的夜莺兴奋剂输出效率达到了惊人的512% 比白锦还强上好几倍 不能够抬国 二十七三四周 往前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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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護 七んわ 実験隊の救助 毒 毒 毒 一切都被上的封炎 我把你包裂了 這次輪 先去衛衣服 敵人 先去衛衣服 敵人 拼命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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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無其他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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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叶英家的血脉之力 不公英的干部 竟同样研究出类似开花的冒牌力量 原本的火焰亦能进一步压缩 手挫火焰居然凝聚成射线直奔二刃而去 二刃本以为能以体出散开 不曾想火焰尽诡异的扭曲缠绕 若非他第一时间舍弃手套 火焰便会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紧紧缠绕 直到目标化作灰烬为止 而这便是干部赤井的开花能力 此刻他已胜券在握 只是单脚一塌 地面涌出无数火焰 这是一亮取胜的一招 在他看来二刃绝不可能躲开 面对密集的火焰 二刃使出叶英家柔树垂柳之手欲走 挥动的双手带动周围空气 以此打散所有来袭的火焰 赤井见状并没有改变计划 全力垂击地面使出更多火焰压制 而二刃的身影 也淹没在巨大的爆炸里生死不知 另一边 全程观战的皮下真非常满意赤井的表现 曾经的赤井只是一个普通的女高中生 然而一场人为的火灾 并生生地改变了他原本普通的人生 而一切不过是因为一个享受纵火快感的电台 与男主一样 赤井失去了所有情人 但不同的是 男主遇上了救赎六母 而赤井遇到的却是皮下真 注入夜阴兴奋气存活下来的他 亲手手刃的仇人 让对方感受在火焰中死去的绝望 但复仇并没有带来宽慰 只有满腔的愤怒挥之不去 他要用这份力量 焚烧所有令他不爽的人 我只能复杂的火灾 除了火灾 除了火灾 火力量 我继续加热 何时你会灾 灾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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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下针曾经说过 冒牌货的开花还远不及争 若是有机会遇到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逃走 可现在的赤井却不打算离开 或许是能力让他陷入疯狂 也或许是他想借二人之手死在这里 而二人的能力也出现端倪 那炙热的火焰竟被他徒手搓散 而这便是他的开花能力包容 提升到极致的动态势力 以及精密且纤细的指尖 这些让他的垂柳之手提升到极致 一切袭来的攻击都将无效化 然而赤井却不信心 打算再次一量取胜 不料所有攻击都被二人化解无效化 同时赤井的耳边传来撤退命令 继续勉强使出能力他将亡火自焰 可赤井对这个世界早已没有留恋 他已经不在意任何后果 就算死在这里也无所谓 此刻他的能力已超过灵界点 好暇潰烈 那是 我 我 你也不想让我怎么办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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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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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枪械也对他毫无作用 可以说是星三的克星 但为了计划顺利进行 星三哥选择独自电后 而七二和弦五前去营救实验体 七二只是抬起脑壳的水桶 从中喷出的催眠瓦斯 瞬间就解决了所有拦路杂鱼 可他们的行动也被皮下针发现 第一时间派出干部拦路 他的异能士兵 周围的温度都因他的出现骤降 虽然七二弦五的营救行动还未成功 但皮下针还是下达了一个残忍的命令 他命令黑泽处理掉所有的实验体 兽尔罗利不可置信地听着这句话 他请求对方撤回决定 因为自己的朋友也在那里 可一个手掌忽然摸向小兰的头 这一刻他在恐惧 颤抖着向两人道歉 并表示再也不敢任性 而为了执行皮下针的命令 黑泽决定使出全力打败星三 他的金属身体化作黑色利刃 哪怕是同伴在场也毫不顾忌一同斩杀 黑泽本是精神有问题的杀人犯 对自己和同伴的生死 不会拥有任何感情 如同冰冷的钢铁一般毫无生气 剑状星三也拿出了战前打造的专属武器 一种能随意改变形状的特殊金属 一触即发的战斗被固然出现的石墙打断 原来是寺院解调动了基地的陷阱 他认为星三的能力并不好对付黑泽 让星三逃到男主那边支援 然而星三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要在这解决黑泽 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他会使用开花 这让寺院非常惊讶 只因星三已经好几年没用过能力了 他第一次觉醒能力是被动开启的 清醒过来之时身边已经没有任何活 这也让星三对奴隶产生了阴影 平常任务都不会轻易使用能力 这也让星三的能力 劇! 閉鎖了 鷹人的盾 你把你的壞蟑螯 你需要我的壞蟑螯 你殺掉不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